我低个老天爷 挨饿得这回是真的转运 不但在野外吃上了香喷喷的烤露腿 还住上了豪华落叶小单间 甚至还有丛林烛光小晚餐相伴 不得不说这是德爷过得最舒服的一期 这次德爷来到了罗纳尼亚的一处古老山脉 这里山市险峻气温寒冷 还有凶猛的熊大熊二居住在此 凭借自己的求生技能 德爷要在这里独自生存十天 坐着节目组九块九的直升机 德爷正式开始了本次挑战 为了防止小蚯蚓动坏 这次德爷破例穿了条大裤衩 但还是没有带任何求生工具 甚至连头发也没带 老规矩落地先寻找水源 没有食物德爷可以开被动技能 可没有水在这里连一天都撑不下去 真是上辈子倒了大霉 德爷还没走几步 天空中已经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要是不赶快搭建起壁护锁 到了晚上弄不好就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无奈德爷只好暂时放弃寻找水源 立马想方设法搭建起了营地 将地上的云山树枝全部缠绕在一起 在铺点又朝又湿的泥抬起 一处简易的野外西梦斯便成功搭建 实在是太冷了 德爷迫不及待地就钻了进去 好家伙 这野生床垫真不是一般的冷 潮湿的地面冻得德爷瑟瑟发抖 扛不住根本扛不住 整整坐了三个小时的俯卧撑才勉强度过了一夜 想不到开局第一晚就过得如此狼狈 接下来的时间可不敢浪费 德爷打算前往山下寻找水源和露营地 不得不说聪明绝顶的人耳朵就是灵光 隔了百米开外 德爷就听见了哗啦啦的水流声 火不其然山脚下就是一条野生的小溪 也不管喝了是否会窜息 德爷直接趴在地上就是一顿好饮 勉强混了个水宝 德爷打算赶紧建造个窝棚 不然晚上稿子又得受冻 祸害了十几根不要钱的木材 再铺点满山遍地的老树叶 你还别说这次的小窝棚还挺别致 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想方设法生一堆营火 如果没有火源的加持 那晚上肯定又得半夜起来做服务撑 收集了一大把野生的干草 半路上还发现了野生的鸟窝 这可是上等的营火材料 德爷二话不说直接倒走 眼看再过几个小时就会天黑 火德星君又干起了老本行 攥着棍子哭吃哭吃摩擦了两个多小时 眼看火龙已经冒出了青烟 但很快便又随即吸引 不肯放弃的德爷又尝试了一次 这次居然已经生出了火草 然而由于火龙太过潮湿 还没烧到两秒便又再次熄灭 不得不说德爷的忍耐力是真的好 脸黑成这样居然还要强迫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 没办法今晚肯定又是个不眠之一 第二天一大早 德爷吸取了昨天的教训 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将潮湿的火龙放在太阳下晾闪 忙碌了一早上 现在必须得补充点能量 根据贝爷的求生手册记载 这种叶子下生长着巨大的根系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土大黄 它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虽然味道不怎么好吃 可现在的德爷别无选择 临走前还打包了一大堆 补充了二两能量 德爷又开始升起了火 我不其然这次是无比的顺利 很快便有了萤火的加持 这下生活品质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头顶有窝棚眼前有鹰 就是身边还差一个三十岁的小姑娘 为了能在野外过上舒适的生物 德爷必须要外出寻找一切能吃的食物 可食物没先找到 却在地上发现了熊大的奥利给 从色相上来看 这应该是刚刚才拉的 这可把德爷吓坏了 要知道这条山脉足足有六千头熊 要是不幸遇到一只村里人肯定会吃喜 就在说话间 一个身影突然从远处一闪过 德爷这2.0的势力立马就断定 那是一头野生肖 看来这林子里还有大型猎物的存在 要是能抓到一头野路 那接下来的日子肯定就能吃上大餐 随后德爷开始四处寻找野路的踪迹 根据贝爷的求生手册记载 这条山路不用多说 就是大型动物的必经之路 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赶紧沿途布置个陷阱碰碰运气 这方面德爷可不敢骂 一连测试了十几遍 德爷这才放心离开 忙碌了一上路 必须得补充点能量 这片杂草中有抓不完的野骂 凭借多年盘稿子的手速 德爷很快便抓了一大堆 回到营地再将蚂蚱穿上船 经过大火的熏口 嘎嘣脆的蚂蚱烤穿满口牛肉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不仅如此 作为英国的讲究老男人 饭后一杯茶是必不可舍 为了制作烧茶的容器 德爷包起了云山树的树皮 将其四遍用树枝固定 再用松树的树枝做成胶水粘了 一个完美的树皮锅便被制作出来 不得不说德爷真是聪明绝顶 将滚烫的石头放进锅中烧水 再放点不要钱的浅麻烟 便有了一碗浑浊不堪毫无食欲的淤泥泥泼奶茶 狠狠闷了一大口 这味道简直一个字真数 吃饱喝足后 德爷打算去查看陷阱有没有收回 好家伙我知不好家伙 只见一头六十公斤的母鹿 已经躺在陷阱里断了气 实在是太兴奋了 德爷不敢置信地走到母鹿跟前 哭吃一棒子就让其上了细田 老天爷可算是开了眼了 这么一大块肥坨坨的大肉 吃到明年也吃不完 德爷立马将鹿肉大卸了十八块 迫不及待就烤了一个羊球球 品尝起了美味 俗话说吃啥补啥 德爷没有半点浪费一步流神 就啃了个金光 剩下的肉还是老方法 挖一个地下烤炉 这样不仅能锁住水分 还能保存得更久 大火整整烤了三个多小时 等揭开叶子的那一刻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烤肉的香味 品尝一口肉质肥而不柴里焦外腻 只能一个字形容真菌 而鹿身上的其他部位 也同样不能浪费 包下来的鹿皮刚好 能给自己做件保暖的衣 就这质量 这外观比拼细细上的 还好看十倍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德爷打算给自己做炖大餐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收集了一大堆香甜可口的蓝莓 还有清新爽口的野生蔬菜 回到营地再用树枝做两只蜡笛 随着太阳公公的下山 德爷也开始享用起了烛光晚餐 好家伙足足有三个菜 再将果酱涂满整个路土用 一口下去简直不要太满 这真是有史以来德爷最享受的一次 在跟自己的小窝棚简单告别后 德爷便迫不及待 坐上了为家的四蹦子 他来了他来了 他喜提心皮肤走来了 就问你们德爷这个新造型帅不帅吧 就这红棕色的皮肤 幻视看了都直呼内行 本期德爷可谓是 确确实实挨了十天的饿 甚至都没有吃到一次正餐 This time他来到了澳大利亚的西海岸 这里曾是地球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 地面上布满了尖锐的石头林 海岸边又栖息着凶猛的短纹饿 白天的地表温度更是高达四十多度 为了防止牛子晒伤 德爷特地让当地老奶奶 将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满了全身 坐着节目组不要钱的大文传 德爷很快脱去身上的大裤衩伤案 越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求生 就越要保持冷静 即使头顶的太阳晒得脑门直冒有 但德爷还是要先去至高点观察一波基本情况 好家伙这优美的景色 差点让德爷爱上这里 不过当务之急得赶紧寻找水源 顺着峡谷的基本走向 他的末端一定会有淡水的存在 话不多说得赶紧出发 顶着烈日足足徒步十几里 勉强润了润嗓 德爷又有了前进的动力 果然还没走紧 前方出现了一处很好的露营地 这里有山有石有树林 今晚就在此过夜了 由于在满是灌木的草丛中走得太久 稿子已经被刮得满身伤痕 必须得做点保护措施 祸害了一大堆不要钱的树叶 手工德又给自己做了调小短剧 有了对稿子的保护 德爷可谓是剑步如飞 很快便又来到了海岸边上 现在有了营地有了水 是时候找点食物垫肚子 不咋好吃 可德爷可不管这些 勉强塞了个牙缝 谁知太阳公公已经悄悄下了山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没一会天就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可营地却离自己还有豪杰 看不清脚下的情况 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当场吃喜 可没想到幸运之神最终眷顾了德爷 还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营地 现在搭建庇护所根本不现实 老龟举天违背地围床 暂时将就一醒 真是没想到昨晚睡觉时 居然还压死了一只无辜的小吉瑞 这要是换作平时早就成了德爷的早餐 可奈何没有火源烹饪 生吃野老鼠必定会中招 德爷想了想还是将它丢在了一边 趁着早上起来潮水退去 德爷打算穿过河道去对面碰碰运气 艰难地越过了一大片海边运气 总算是平安无险地上来 还好这次的运气还算不错 不但捡到了好几个塑料瓶 还捡到了一个被冲上岸的浮雕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 德爷还发现了一处深水潭 趁着周围没人 德爷立马光着屁股跳了进去 奥买嘎这感觉简直一个自贞手 随后德爷又祸害了一大片白千层树皮 这可是上等的野生床垫 睡觉前再铺点柔软的杂草 今晚必定能做个好梦 果然睡得好一觉起来精神焕发 于是德爷打算将营地搬去海岸边上 为了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德爷打算将营地搬到海岸边上 还好这里遍地都是不要钱的碎石头 这可是上等的建筑材料 忙碌了一整天 德爷的野外海景小别墅正式完工 你还别说 就这做工这细节 鲁班看了都直呼内耗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将水源也搬过来 这时捡到的大鱼飘就拍上了用场 但要想用这个装满水 就必须想办法破一个洞出来 于是火德星君又干起了老本行 收集了许多干木柴 再用金和欢的树皮制作成草成 这样配合公钻生起火来 简直是轻而易举 不一会火龙就成功点灯 没想到这次会这么顺利 随后德爷用烧红的木棍 将浮飘捅了个洞 再用柳条编个背带 好家伙不得不说没头发的人就是聪明绝地 最后再将火源也搬过来后 德爷成功享受起自己的海景房 可忙碌了一中午 肚子早已乐得咕咕叫 无奈德爷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 去海边捡起了牡蠣 好在这次运气好 还捡到了海螺和寄居鞋 放在火上简单烘烤一下 一口一个味道嘎崩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三倍 眼看在这里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 德爷打算想办法吃点好 不然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去 可没法给德奶奶交代 于是德爷利用树枝做了个鱼叉 转眼间化身海王来到海边捕起鱼 顶着大太阳足足晒了三个多小时 结果连鱼毛都没碰见 一气之下德爷回到营地开始摆满 果然在短暂休息过后 幸运之神又再次眷顾了他 仅仅是出门上厕所的功夫 德爷就捡到了好几个猴面包裹室 这可是丰富的维生素来源 不但如此德爷还在石头缝中 发现了新鲜的海盐 今天的晚餐就是美味的盐烤坚固 好家伙这味道根本停不下来 虽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很坚固 但德爷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形态 总是幻想着明天能够吃上一顿大餐 第二天一大早 外出赶海的欧皇德又捡到了一个废酒鱼钩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有了鱼钩的加持 今晚必定能吃上烤鱼 然而让德爷感到绝望的是 坐在石头上晒了好几个小时 愣是没有一条鱼咬沟 即便换了个阴凉帝 明明水里的鱼儿肉眼可见 可他们就是死活不咬沟 实在是太倒霉了 这次的德爷确确实实挨了十天的饿 转眼间已经到了回家的日子 看着飞驰而来的直升机 德爷的脸上控制不住的心愿 终于能回去和德奶奶玩游戏了 好家伙好家伙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德爷如此大火 甚至连晚上睡觉都被吓得不敢闭眼 本期德爷来到了臭名昭著的非洲草原 这里可谓是各种大型野生动物的天堂 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资源丰富 最重要的是处处隐藏着各种未知的危险 这对于没头发的德爷来说可谓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当地人怕德爷在野外饿死 还将自己的祖传技能传授给了德爷 就这种简易的套促陷阱 套头大象都不成问题 坐着节目组9块9的批花体 光着钉子的德爷立马出了罚 为了寻找合适的露营地 德爷硬是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摄影装备 徒步视街 这里遍地都是像针头一样的尖锐鼠叶 稍不留身稿子就会被扎得头破血流 每走一步都是对身体和抑制的双重考验 祸害了十几根不要钱的嫩鼠叶 手工德又给自己做起了小短区 继续跋涉了几里地 终于找到了一处平地 这棵歪脖子老树可是搭建窝棚的绝佳之地 只要一有危险躲在上面必定会平安无事 为了防止夜间野生动物偷袭稿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焰 有了萤火的加持 方圆一百米都是德爷的领地 可即便如此 到了晚上 德爷还是被吓得不敢闭眼 耳边总回荡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叫声 就这样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营地便迎来了第一位不速之客 这里的野生大沸沸可不是一般的好人 为了宣誓自己的领地 德爷也跟着沸沸的叫声喊了起来 头顶的沸沸眼看这个光头并不是个等闲之辈 于是屁颠屁颠地离开了营地 但好在有一点 有沸沸的地方肯定会有免费的水果 德爷随即捡了一大把 勉强塞了个牙缝 德爷打算去营地周围碰碰运气 可没想到这里长满了尖刺 要是就这样徒步走过去 那明天必定得坐上轮椅 于是机智德随即给自己制作了双手工人自托 有了鞋子的加持 德爷可谓是剑步如飞 可很快他就在地上发现了大师兄的尸体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果不其然前方就有类似花豹的奥利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丢在这里可不好跑 德爷立马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可奈何天公不作美 大晚上居然下起了暴雨 全身淋了个湿透 德爷也意识到必须得尽快将帐篷搭建起来 收集了一大堆棕榈叶 将其互相交叉捆绑在支架上 便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德式小窝棚 现在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是时候制作点陷阱捕猎 为了填饱肚子 德爷可谓是下了大功夫 先是收集了一大堆树皮 再将其编织成一个个套锁陷阱 随后来到鸟类经常出没的树林里布置起来 必连布置了几十处陷阱 德爷这才起身离开 半路上还发现了挂在树顶的黑边粉 这个可不能胡乱吃 不然回去必得被隔离 但他吃剩的果实可不能浪费 德爷随即捡起地上的无花果 虽然里面已经生满了蛆虫 但德爷可不管这些直接一口闷 回营地的路上还在河边发现了成群的食人 虽然看起来是满满的蛋白质 可水下却游走着凶狠的短吻 德爷可不是傻貌 当然不敢贸然下手 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勉强昏了一夜 一大早德爷便起身查看昨天布置的陷阱 好家伙不出意外十几处陷阱全部落了空 实在是太倒霉了 想不到在这不列简直比登天还难 一气之下德爷又返回了营地 然而就在这时 一头发了情的母河马却出现在营地中央 这可把德爷差点吓得尿哭 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 德爷二话不说 我以飞快的速度上的歪脖子捞住 好在河马只是过来吓唬一下小德子 并没有过多停留 经历了一夜的心惊胆战 第二天早上便迎来了好消息 就在营地门口居然有一处也封入 这里面可有着吃不完的蜂蜜 但要想安全拿到蜂蜜可不是个容易事 德爷随即使用摄像机的套子套在了自己的光头上 随后再用火把将蜜蜂熏的晕头转向 趁机一个祖传回首掏成功取得一块蜂蜜 好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德爷在吃牛肉 这味道这口感简直要上天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虽然这里的景色很美 但再美也比不过家里的德奶奶 赶紧登机回去和德奶奶happy一下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哪有人荒野求生一大早就吃上了嘎嘣脆的烤大排 看着德爷这满足的小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过来度假的 为了能将肉保存更长时间 德爷又采用古老的烟熏法 就这一大堆肉足够德爷在这撑个三四天 有了蛋白质的补给 德爷便开始加固起自己的小窝棚 毕竟这里的大暴雨总是说来就来 顺便还给柴火也安装了火甲 这样一来就不怕下雨天没有柴火烧 但要说在野外的中极享受 那必定是得有一个舒适的小床 祸害了十几根藤蔓 将它们编织在一起 躺在上面只有一个字真爽 此时此刻身边就缺一个三十岁的小姑娘 这样的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了第六天 窝棚里的肉也早已被德爷啃了个精光 万般无奈又得出门寻找食物 使用树皮拉倒了一棵又粗又细的棕榈树 里面的棕榈心可有着满满的碳水化合物 勉强塞了个牙缝 德爷又得继续前进 这时地上却发现了二师兄的毛毛 看样子是被其他动物杀死了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要知道这里的花豹可是异常的凶猛 更何况德爷还没有头发的宝 免得自己成为花豹的盘中餐 德爷立马返回了营地 既然寻找食物行不通 那就制作一个捕鱼陷阱 毕连从中午忙到了晚上 这才将陷阱完工 起床第一件事先祸害一下 营地边的白蚁窝当作幼儿 随后将陷阱放进小水潭里 接下来的时间便交给天翼 一觉起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德爷立马检查起自己的陷阱 好在并没有空手而归 但这鱼是不是还没有自己的奴子呢 不管了不管了 小鱼照样嫁火烧烤 一口一个味道嘎嘣脆 可这点食物对于德爷来说和没吃一样 于是德爷又想了那天剥离的射属内脏 抓了几只上面的蛆虫 再将其包在树叶里大火烘烤 好家伙这味道酸甜可口粒粒爆酱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今天又是回家happy的日子 临走前德爷还不忘再检查一下补鱼陷阱 出乎意料里面竟有两条还算不小的鲷鱼 正好临走前还能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 一个激动又不小心发出给给给的怪叫 丛林生活好丛林生活妙 就是唯独缺少一个能干活的小姑娘 这几天可把二弟憋坏了 赶紧回家找贝奶奶happy一下 好家伙德爷这次的野外待遇简直不要太好 不仅吃上了嘎嘣脆的大田鸡 还有丛林无辜小杰瑞 甚至还烹饪起了艾奥牌咖喱鸡肉饭 另外还穿上了一件纯手工的风大衣 经过节目组的细心安排 本期德爷来到了泰国金三角地区 这里可谓是各种私下交易的天堂 全球最无视法律的地方 不仅到处充满着威胁 而且要随时小心被人嘎腰子 这对于一个连头发和衣服都不戴的人来说 简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被节目组碾下飞机后 德爷便开始了野外生存的第一样子 要想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生存 那必先得寻找水源 检查了一下吃饭的家伙 德爷便开始制定计划 由于摄影装备实在太过沉重 只能先将其放在山顶 随后再沿着山坡逐步向山下出发 光着身子走了十几里 德爷发现了一处香蕉树 难道刚开局就能吃上美味不成 为了能够到树底的香蕉 德爷开始对着香蕉树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香蕉树的质感富含着丰富的汁水 德爷二话不说就放进嘴里缩了起来 随后再对树打了一套组合菌体权 香蕉树这才阴生倒地 可当德爷一口咬下去时 却发现味道不怎么对 没想到这野生香蕉里面竟全是黑子 这种新品种可没怎么见过 要是贸然吞下去 弄不好就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以防丢了自己的小命 德爷还是选择另寻他物 可就在这时 天空却突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要是晚上来了个大暴雨 那自己势必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为了防止稿子动换 德爷收集了一大堆不要钱的香蕉叶 在手工德的精心制作下 便有了一件能遮风挡雨的小外套 随后德爷扛着香蕉树返回了山顶 现在搭建庇护所肯定已经来不及了 老龟举天违背地围床暂时将就一醒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看他没头发可怜 一晚上居然并没有下毒 一大早起来的德爷还抓了止不幸的小蛇 这可是满满的蛋白质 掐头去尾直接扔进嘴里 味道细腻棉花松软弹牙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补充了二两蛋白质 德爷决定赶紧找个地方搭建窝棚 背着二十公斤的大书包 德爷又一连徒步十几里 终于在山下发现了一条野生的小气 二话不说直接趴在地上就是一顿好饮 随后在附近随便找了个空地 祸害了十几根不要钱的主意 安心的盘稿子 忙碌了大半天 身上早已爬满了猖獗的公蚊子 赶紧洗个凉水早舒服一下 一个激动又发出了给给点的怪警 现在有了帐篷的加持 是时候生把火来抵御猖獗的公蚊子 用竹子制作个简易的生活工具 火德星君又干起了老本行 抱着竹竿摩擦树板下 火熔总算冒出了青烟 有了萤火的加持 赶紧泡杯热茶暖暖身子 用竹子制作成简易的烧水壶 一口下去竹香味直奔天灵感 勉强混了个水宝 是时候出门找点蛋白质 这个石头好这个石头庙 不管是大小和长短都非常耐私 由于昨晚一夜没有生活 稿子差点被动的升窗 耽误自己得赶紧行动起来 捡了一大堆不要钱的干木柴 带火德又重操起了旧夜 这种生活方式 德爷已经重复了不下上千次 很显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燃起了火 可由于没有食物的补给 这一晚无奈又得开启被动 第二天一大早德爷就被自己率醒 趁着现在太阳晒不到头发 得赶紧出门寻找食物 没走一回地上就出现了好几个老鼠 根据多年的打野经验 这里面一定有吃不完的笨蛋杰瑞 于是德爷打算用烟熏的方式 将洞里的杰瑞逼出来 好土德又重操起了旧夜 顶着大太阳整整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不出意外连根杰瑞毛都没看见 饿坏了的德爷随即来到绿洲旁 搅起了草笨 这味道清甜可口还算不错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 德爷还意外捡到了一个铁罐子 不得不说这罐子可是个老眼人了 啥也不说啥也不闹 赶紧回营地先泡杯凉茶暖暖身子 一口滚烫的凉茶下肚 德爷又瞬间充满了活力 他决定将自己的窝棚改造一下 好在这里遍地都是不要钱的碎石头 整整忙碌了一天 小食物已经渐渐有了雏形 眼看已经好几天没有补充到蛋白质 再这样下去可不得心 于是德爷打算主动出击 翻了十几块大石头 没想到竟逮住了蜥蜴的一家老小 废话不多说立马用木棍串了起来 Oh my god这味道简直不要太嘎崩萃 就连木签上的残渣德爷也不肯浪费 眼看这下尝到了一点甜头 看来这里肯定还有更大的猎物 真的是幸运连连 紧紧出门上个厕所的功夫 德爷就在石头下发现了一只呆萌的小刺猬 看着这么可爱的刺猬 德爷的口水不小心从眼角流了下来 立马带回营地来个德式探考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作法 德爷又瞬间有了力气 人总是吃饱了没事感 德爷就是典型的栗子 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豪华 德爷开始改造起自己的小窝棚 整整忙碌了一下午 一座朴实无华的石头房便被建造了起来 现在有了能活下去的资本 德爷打算再次给洞里的杰瑞上一课 将每个洞口都用火把死死塞准 接下来的时间便交给天意 闲下来的功夫德爷打算再给窝棚了一个屋顶 不得不说就这质量 在这住个一年半载都不成问题 况且没一会洞里就传来了好消息 可怜的杰瑞一家四口都被德爷来了个一锅盾 还是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一口一个味道嘎嘣脆 转眼间又到了回家的日子 在给自己的小别墅不舍告别后 德爷又洗涕头发做上了回家的四蹦子 他来了他来了 那个光头男人又回来了 为了证明自己是荒野界的扛霸 德爷居然对凶猛的鳄鱼产生了想法 为此还化身海王想要与鳄鱼一较高下 威地马拉是南美洲出了名的人类境地 听说这里曾经孕育着古老的玛雅文明 凡是没头发的人经过此地必定会有来无悔 可作为荒野界的大标杆 德爷偏偏不信这个邪 坐着九块九的小轮船就来到了这个是非之地 当地人看德爷没头发怪可怜 还特意给他举行了神秘的祈祷仪式 随后节目组便将德爷丢弃在了河边 可不料刚开局地上就出现了大花猫的脚掌印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 德爷立刻马不停蹄地朝着森林中进发 可要想过去就必须跨过眼前这条湍急的大河 换做平常德币绕肯定会绕到走 可当下也没有别的出路 只好冒着吃习的风险迅速地游到河对岸 刚进丛林的德爷甚至都掩盖不住嘴角的笑容 那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为了能找到合适的露营地盘稿 德爷打算前往至高点观察一波基本情况 好家伙就这优美的景色 在这生活个一年半载都不成问题 可这么好的地方肯定不止德爷一个 我不其然湖中央就有只一动不动的烂木头 这可把德爷吓坏了 要是就这样放弃这个地方 隔壁的被子见到肯定会笑话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德爷立马来到湖边搭建起了营地 这里遍地都是天然的建筑材料 可还没等窝棚完工 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没办法今晚指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由于夜间淋湿了岛 为了家中被奶奶的幸福生火 当务之急得赶紧升堆营火 收集了一大堆生火材料 败火德又重操起了就业 抱着公钻摩擦树百下 可死活就是不见火星 不用多说肯定是柴火太过潮湿 恰好这时又下起了大雨 无奈的德爷只好躺进窝棚思念 起了远方的被奶奶 眼看开局已有了四天 再这样下去恐怕得交代在这 趁着这回没下雨淋不到头 赶紧去营地周围找点蛋白质 半路上还捡了不少树上的椰脖子 这口感真是盖了帽子 好吃得让德爷一时间说不了人话 继续往前进发 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狼猪 要是被这玩意咬了 结局肯定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但对于饿坏了的德爷来说 这可是上米蛋白质 这下口袋里有了火 满怀信心的德爷打算再次生火 这次火德星菌附体不一会 就成功升起了鹰鹉 实在是太兴奋了 赶紧做顿午饭犒劳一下自己 这是德爷饿了四天以来吃的第一顿饭 只要将其架在火上烤个七七四十八秒 立马就变成了礼焦外嫩的炭烤大狼猪 你还别说 味道尝起来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 有了能量的补给 德爷的士气顿时高涨了数十倍 于是他打算下水会移会那条凶猛的恶女 但前提是得有一艘能去湖中央的法子 整整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收集了一大捆不要钱的旧木头 手工德幼虫操起了就业 一番熟练的操作过后 德毕陈昊总算大功告成 忙活了大半天 身上早已经恶臭难耐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赶紧舒舒服服地泡个凉水子 当然头发也要认认真真的清洗一下 没想到再回营地的路上 之前布置的陷阱居然还补了致笨蛋杰瑞 这下晚上可以好好加仓了 第二天一大早 德爷迫不及待地起了床 想着要与湖里的鳄鱼一较高下 德爷心里是一百万的兴奋 在确保德毕陈昊不会出问题后 德爷急忙拿起提前做好的三叉戟便开始了杀戮 也不管看没看见鳄鱼的身影 德爷对着湖面就是一顿乱戳 可以连几时棍下去 死活就是不见鳄鱼的踪影 估计鳄鱼看到这么凶狠的德爷早已经逃离了现场 无奈只好暂时改变计划 既然鳄鱼补不到 那就给水里成群的鲜鱼好好上一课 上岸后收集了一大捆野生藤蔓 心灵手巧的火速编制了个捕鱼笼 在挖点不幸的白蚁当作诱饵 德爷再次来到了湖中央 随着鱼笼刚下入湖里 就有成群结队的小零食主动送上了门 可德爷的目标可不是这个 在湖面足足晒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有条笨蛋鲜鱼中了圈套 挨饿了这么多天 终于能开荤了 可没想到这玩意的皮还真是够硬 无论德爷使出多大的劲 都无法将其开肠破破 眼看到嘴的美味就是吃不上 情急之下德爷想到了鲜鱼身上的尖刺 你还别说 就这操作估计鲜鱼一辈子都想不来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直接丢进火里烤就行 品尝一口火后恰到好处里焦外难 蛋白质是牛肉的三倍 眼看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为了感谢这片神奇的湖泊 德爷将打造的法子和鱼楼 以上添置鸣献给了这 或许远方的镜头都是对贝奶奶的思念 随着直升机的缓缓到来 德爷喜提头发成功完成了本次挑战 三天饿酒顿的艾饿德这次是真的转命 不但开局就实现了鱼肉自营 甚至还吃上了浑身眉毛的野生小空坤 晚上更是睡上了豪华版空中喜梦斯 乘坐着节目组9块9的四蹦子 德爷来到了非洲南部的内米比亚高原 老规矩不带任何头发和求生工具 在这种干旱的地方求生 往往寻找水源是当下的第一药物 不然就会像这颗骷髅一样惨死在地 透过远处茂密的植被 德爷2.5的势力很快便发现了河流的存在 以防河水直接喝下去会窜息 为了自己的小命 还是挖个坑简单过滤一下 一口下去补充了大半个元素周期的 味道尝起来还有些许奥里给的香味 在对周围观察一番后 德爷发现这里资源丰富有谁有肉 弄得好的话生活个一年半载都不成问题 究竟找颗歪脖子老树 晚上就暂时将就一行 可突然呼对岸好像有什么东西 定睛一桥足足有十几只野生沸腾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听说沸腾对光头男人很不友好 如果不尽快生堆营火 弄不好晚上就要吃鞋 收集了一大堆生火材料 火得星君又重操起了旧印 这熟练的手法很是让人心疼 不愉会就有了跳动的火面 忙碌了大半天 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 远处成群的野生美洋洋 让德爷忍不住甘咽口水 可现在天色已晚 明天再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为了晚上盘稿子不被打扰 德爷还特意用树枝将营地周围围了起来 晚上就躺在火堆上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德爷就被自己率醒 昨天夜里盘稿子差点掉进火堆里吃鞋 得赶紧将住所升级一下 收集了一大堆不要钱的烂木头 手工得火速做了张野外席梦斯 躺在上面只有一个字舒服 仅仅开局第二天就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是时候出门补充点蛋白质 可转有了大半天不是屈屈就是蝎子 根本都不够德爷塞牙缝 这天出门洗澡时 德爷兴奋地发现家门口 居然还有不少野生年鱼 这优美的身姿顿时让德爷抵不住幼稀 废话不多说 赶紧用木头围起一个捕鱼陷阱碰碰运气 等待的时间再制作个捕鸟陷阱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大餐 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德爷兴奋地起了床 由于昨天的捕鱼陷阱空隙太大 根本连鱼毛也没有捕到 无奈德爷又得继续将陷阱加固 空着肚子忙碌了一哨 所有缝隙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下就算是鳄鱼来了都能让它有来无果 随后在检查捕鸟陷阱时 德爷又有了意外的收获 没想到一只笨蛋昆昆中了圈套 返回营地石鱼塘里竟然也有了祸 这是德爷有史以来 最开心的一次 没想到自己的捕鱼陷阱居然还真抓到了 而且还是一次两条 今晚的晚餐更是颇为丰盛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开局 在给坤坤脱完衣服后 将其和鱼肉一起放在火堆中烘烤 半小时后便吃上了美味 一口下去满嘴流油 除了骨头全是肉 尽管还有骨石灰味 但丝毫不影响德爷啃个精大光 眼看开局已有了四天 光吃鱼肉可满足不了德爷 这几天总是有野生佩奇在营地周围转摇 德爷舔了舔嘴唇打算给猖狂的佩奇上一刻 一路上更是骚话连天想着如何处理佩奇 没走几步前方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踪迹 上面的钢丝刚好能用来制作套索陷阱 找了个佩奇经常出没的地方 手工德火速将陷阱布置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就坐等佩奇上钩 好在开局里的捕鱼陷阱一直都能捕到 这让平常的挨饿德甚至都有点不太适应 成天想着啥时候才能捕到佩奇 一天跑个十几趟只是为了检查陷阱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意外的是捕鱼池里的水位也开始逐渐下降 这让原本享受的德爷开始变得逐渐焦弱 而这天的套索陷阱也总算有动静 可意料之外的是并没有捕到佩奇 这可把德爷气坏了 回到营地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设置陷阱 眼看距离挑战成功只剩下一天时间 德爷也不再继续修缮捕鱼池 而是坐在山顶思念起了远方的背难 可就在抬头间 一只不幸的乌龟变糟了殃 乌龟做梦也没想到 出门排个降的功夫就惨死在光头男手中 这可把德爷兴奋坏了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三个小时过后 美味的龟肉变出了炉 好家伙这一口下去香味直冲天灵感 没想到在回家前还能吃上一顿大餐 而作为英国的讲究老男人 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刻 还不忘用龟壳煮一碗滚烫的凉茶 虽然在野外的日子里过得很自由 但终究比不上家里等待的贝奶奶 随着四蹦子的缓缓到来 赶紧回去和贝奶奶嗨比一下 这绝对是德爷有史以来混得最惨的一期 居然打破了以往三天恶酒顿的神话 创造了开局恶七天的记录 甚至还被迫自己吃起了恶臭难耐的炭烤小磕豆 经过节目组的精心安排 本期德爷来到了世界的镜头巴塔哥尼亚 这里气温诡异鸟不拉屎 昼夜温差高达50度 随着直升机的缓缓离开 光头德开始清点起自己的装备 老规矩还是摄像三剑套半身马赛克 外加一部卫星大哥大 下一句我就不再多说 虽然现在正值酷暑时机 可很明显远处高耸的雪山并不这样任务 如果不尽快升起一堆银 到了晚上肯定会动力 思考片刻后德爷便开始寻找露营地 半路上还发现了一条湍急的大坑 根本来不及多想 先连忙畅饮个三大坑 味道绝对是德爷这辈子喝过最干净的水 勉强混了个水宝 又得继续往前进发 没走两步地上出现了成天的三叶草 这可是再好不过的维生素来源 二话不说直接躺在地上享受起的叶草沙拉 不知道的还以为德爷这次是梦幻开局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又接连走了几里地 总算找到了块还算平坦的地面 这里的地势干燥又柔软 旁边还有灌木遮风挡雨 晚上睡这盘稿子简直是再好不过 话不多说直接开灶 为了防止半夜稿子动力 必须得快马加鞭升起一堆银木 哭哧哭哧摩擦数百下 我的星君附体很快便有了跳动的火面 老规矩开局第一天并不着急搭帐篷 天围被地围床暂时将就一醒 然而等到第二天早上 一觉起来的德爷瞬间老了二十岁 这里的鬼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就连一旁的大书包都被冻上了一层薄霜 还好昨天及时升起了火 不然早上能不能苏醒还真是个未知数 随着太阳公共的缓缓升起 德爷得赶快收集材料建造窝棚 可半路上一条不怕死的河尊 却吸引了德爷的注意 本想着来表演一把谱手抓尊鱼 可在河里整整摸了三个多小时 结果连一根鱼毛都没有丑到 更没想到的是 德爷宽阔的后背却在这时 已经被太阳晒得通过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 估计很难顺利完成挑战 设置组估计也看到了可怜的德爷 于是远程给德爷放了个空袋 可打开里面只有一件 九磅十五便式的破旧衬衫 有了衬衫的加持 德爷的工作效率 直接提升了一大几 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便有了一处 能遮风挡雨的小窝窝 躺在里面只有一个自舒服 眼看开局已饿了三天 按照以往惯例 是时候出门寻找蛋白质 这是艾饿牌秘制探考小蝌蚪 从脉象上来看 味道肯定很上头 吃起来就像是 沾满牛粪的奥利铁 可已经饿了四天的德爷 并没有别的选择 勉强硬着头皮缩了个精大光 光靠蝌蚪根本满足不了德爷 于是他又对水里的河尊有了想法 用捡来的羊棒骨火速制作了根鱼线 再用随处可见的尖刺做成鱼钩 论手工制作这方面 德爷还真没服过水 随后钓鱼德提着鱼钩来到了河边 可一连在河面站了三个多小时 结果愣是连一条鱼都没丑到 如此寒冷的鬼天气 让德爷不得不回营地摆满 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大太阳 于是德爷脱下了那件破衬衫 没有衣服的德爷好像又重新找回了自省 再次来到河边开始了慢慢垂点 不出意外还是一样的一无所迫 连续几天没有补充到蛋白质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好在营地不远处还有几颗野生的蓝骨 吃起来酸酸甜甜美味至极 补充了二两能量 德爷打算制作个钓鱼陷阱 这种陷阱全程自动化触法 不用自己一直在旁边等候 忙完一切后德爷又回到了火堆旁 眼看已经挨勒了七天 德爷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补养陷阱身上 如果再继续没有补充到蛋白质 就这样回去肯定会被隔壁被子笑话 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二天一大早 陷阱里就传来了好消息 虽然还没有自己的昆昆蛋 但这可把德爷心愤坏了 眼看明天就要回去和贝奶奶团聚 今晚得好好做一顿大餐补充点营养 有了之前墨鱼失败的经验 德爷打算再给不怕死的何尊上一课 只见一个祖传奇拿手 不幸的小何尊就遭了秧 一个控制不住又发出给别给的关系 又接连几十次的进攻 小何尊的二大爷又不幸遭秧 好家伙仅仅出门半小时 就有了吃不完的尊鱼 本想见的小水库保存个一两天 可没想到因为自己的大意 尊鱼都已经翻墙越狱到了隔壁的大水潭 这可把德爷气坏了 一气之下开始对水面大打出手 可忙碌了大半天 那条大点的尊鱼还是躲过了一截 但好在还有四条下韭菜 放在火上熏制个七七四十八秒 再搭配点野生的莓果 这味道简直不要太爽 营养菌横色香味都不拒绝 转眼间已经到了回家的日子 德爷喜提头发踏上了回家的直升机 别人打野都为食物发愁 而德爷这次却有吃不完的美食 香甜软糯的野生敌剔虫 随处可见的免费大椰子 吃不完的野生小海胆 甚至还有营养报表的燕窝鲍鱼简制餐 生活品质那叫一个美滋滋 本期德爷居然再次挑战海岛生存 有了上次孤岛求生六十天的惨痛经历 这次的德爷好像对接下来的十天充满了信心 乘坐着当地阿三的小滑铁 德爷来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群岛 这里海域偏僻鸟不拉屎 昼夜温差高达四十度 想要在这种条件下生存下去 就必须得靠自己聪明绝顶的小脑带挂 可没想到刚落地 德爷就发现了成片的好东西 这些被冲上岸的海洋垃圾 对于没衣服没头发的德爷来说 可谓是求生法宝 废旧塑料瓶可以用来装水或者制作陷阱 其他的一些破烂还可以用来抓鱼 除了这些还能在海边捡到不花钱的大椰子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只有喝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在这里居住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搭帐篷 简单在地上铺点棕榆叶 躺在上面只有一个字真爽 可到了夜里德爷死活就是睡不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思念起了家里的被难 第二天一大早 德爷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也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镜头脑发热毫无精神可言 更离谱的是贵键盘的右腿居然还发生了过瘤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如果不尽快处理 弄不好就要回村吃喜 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 情急之下德爷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急救包 一连咽了十几颗药丸 这才逐渐恢复原理 老规矩开局还没到三天 根本不用出门寻找食物 简单喝点新鲜的椰汁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升起一堆营火 找了个废旧的啤酒瓶 将瓶底敲下后便有了一个劣质板放大劲 一套小学生都会的生火方式过后 火得新菌不费吹灰之力便升起了萤火 有了萤火的加持 是时候出门寻找蛋白质 真是欧皇德转运 仅仅出门半小时 德爷就捡到了不少寄居蟹 回去途中还意外捡了个铁罐呢 今晚的大餐便是水煮寄居蟹 味道嘎崩脆还算不错 你还别说德爷这筷子用的还挺溜 补充了二两蛋白质 今晚终于能有力气攀岛 隔天出门排降时 德爷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盖了冒了我的老baby们 埃勒德居然在海岛上演了现实版桃花园剂 只是出门排降的功夫 德爷竟透过一道狭窄的缝隙 看到了里面美妙绝伦的另一番景象 这里风景秀丽资源丰富 湖边就有吃不完的野生大海胆 这可把德爷兴奋坏了 新鲜的食材根本不需要烹饪 原汁原味食材最过瘾 随后湖对岸的红树林沼泽 又吸引了德爷的猪 眼看登岛三天都没有找到水源 德爷决定去对面的沼泽碰碰运气 祸害了几根不粗不细的公猪子 手工则打算制造一个法子 一连忙碌了三个多小时 德毕陈浩总算起了号 可等他来到湖对岸 没想到这里的地面比30岁的小姑娘还干 根本连水毛都没有 但好在德爷又发现了其他的好东西 这种鼻涕虫可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 是在好不过的食物来源 补充了三两能量 德爷又发现了一处山洞 冒着稿子磨冒烟的风险 使出吃奶的劲爬到了山顶 没想到在顶部的石缝里还发现一处小水潭 定睛一看肯定是淡水无异 一个兴奋又发出给给给的怪象 收集了满满一大瓶 德爷这才起身离开 直接喝这种水必定会窜息 还是简单过滤一下比较好 收集了一大堆黑木毯 再给瓶底铺层细砂 最后再把收集来的脏水倒进去 过滤后的水再用铁罐煮沸 这一番操作下来 味道简直比农户山泉还好是呗 眼看十天挑战已经接近末尾 为了能在离开前吃上一顿大餐 德爷打算好好做顿母味 用捡来的塑料瓶做了好几个捕鱼陷阱 半路上还发现了几头不怕死的屋吃沙 要是能抓到一头这玩意 再继续生活个一周都不成问题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先安排个鱼沟碰碰运气 为了能捕到鲨鱼 德爷居然用海边捡起的鲍鱼做起了诱饵 再用捡来的破鱼网将出口封死 这下就算是鲸鱼来的都在逃难解 然而等了整整一晚上 不出意外十几处陷阱全部落了空 鱼网里连跟鲨鱼毛都没有 安排的捕鱼陷阱也就只抓了条小猴鹿 这可把德爷气坏了 在野外混了这么多年 头一次如此备受打击 可为了能在最后一天吃上大餐 德爷还是打算再去找点配菜 听闻当地人总喜欢爬上岩壁采集厌恶 德爷随即来到了燕子经常出没的动讯 果不其然眨眼的功夫 就找到了营养价值极高的厌恶 将其和鱼肉一起放在铁罐中熬汤 再放上几片绿树椅 这一口下去比星巴克卖的还美味数十倍 转眼间已经到了回家的日子 虽然这次并没有吃上心目中的大餐 但家里的贝奶奶可比吃大餐好多 随着小滑艇的缓缓道理 赶紧回去和贝奶奶happy一下 别人来北极打野都是三天饿九顿 而德爷却在冰天雪地享受起了海鲜大餐 不仅有吃不完的野生大一杯 还有营养丰富的海藻小沙拉 甚至还住上了豪华版雪地小爷爷 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安逸 本期德爷终于魄力来到了寒冷的北极圈 这也是德爷第一次全程穿着衣服完成挑战 调皮的节目组为了考验德爷 直接将其丢在了零下40度的雪山顶 由于此次挑战允许德爷穿衣服 刚落地的德爷甚至都掩盖不住嘴角的笑容 在短暂思考片刻后 他决定先到山脚下打野发育 为了能在天黑前到达谷底 德爷竟还耍起了小聪明 你还别说这办法倒是挺不烂 下山的速度那叫一个呱呱叫 不愚会的时间就来到了谷底 利用随处可见的台前补充了一丢丢水分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寻找营火 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生活 就必须得让柴火保持干燥 为此德爷直接抓了几把杂草塞进了裤装 如果到了晚上坤坤给力抖了 明天就能得到干燥的火炉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现在搭建窝棚根本不现实 老规矩天围背地围床暂时将就一醒 然而等到了半夜 地面的气温瞬间降到了几十度 这可把德爷冻坏了 又是坐俯卧撑又是打组合拳 整整一夜都在不停坐着热身运动 终于有惊无险熬到了天亮 又接连往前走了试机里 前方出现了条湍急的大河 德爷打算在这暂时安顿下来 昨晚一夜没有睡好 德爷打算找一些石头来生火 可意外在河边发现了我掉落的车钥匙 用这种金属敲击石头来生火 无疑是提升了生火难度 整整在太阳下敲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看到了火星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激动 将火星放进杂草里细心狂吹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炎 现在有了火源的加持 是时候搭建窝棚过夜了 可由于时间的关系 德爷只能先给自己制作一个小吊床 再给上面铺垫柔软的隐身床垫 过程中还意外补充了二两能量 能做个美貌 第二天一大早德爷就被自己率醒 眼看开局已饿了三天 按照惯例是时候出门寻找蛋白质 这种蕨类的根部是再好不过的维生素来源 尝起来味道嘎嘣脆还算不错 可等德爷返回到营地 却有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盖勒冒了我的老肺 艾勒德这次是彻底飘了 紧紧在小河里转了一拳 便抓到了两条胳膊粗的公年鱼 好家伙这一顿下去根本吃不完 德爷还将另一条鲶鱼做成了鱼竿 不知道的还以为德爷是来野外度假 非洲卢旺达可是出了名的危机重重 也是各种大型野生动物的天堂 这里水牛和马大象长颈鹿随便看 还是老规矩不戴任何衣服和求生工具 甚至连头发也没戴 可不料刚落地德爷就发现了水牛的踪迹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要是不幸被母水牛偷袭到道子 弄不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继续跋涉了几里地 前方出现了一处水月 也不管喝下去会不会窜息 可不料他的行为被远处的一头母水牛尽收眼底 为了彰显自己男人的魅力 德爷对着母水牛吼了两手 母水牛原来也是个小怂货 屁都没敢放就离开了这里 为了不让其他动物窥似自己的身体 手工得火速给自己做了件小短剧 这片歪脖子老树可是再好不过的路营的 为了晚上睡觉能安心地攀岛 当务之急得赶紧升起一堆鹰蜂 抱着棍子摩擦数百下 火德新军又干起了老本行 不一会的功夫火龙就冒出了青烟 就这样勉强来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的德爷本想去水潭边喝口水 可不料那里全被母水牛占据 这种情况下德爷也只能老老实实排队 等到水牛走后 德爷兴奋地来到了水源边 可没想到这些畜生把水喝了个精大光 这让德爷无奈又地寻找新水源 在营地周围转了半个多小时 德爷又发现了一口野生泉水 简单将上面的残渣过滤一下 咣咣咣又是几大口 可光喝水可不是个生意精 眼看开局已到了三天 是时候寻找蛋白质了 这种类似马铃薯的植物下面肯定有大东西 又接连挖了半个多小时 结果挖出来的马铃薯还没有自己的稻子大 好在一共挖了好几棵 这顿饭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细火慢熏了半小时 尝起来味道嘎嘣脆 眼看这里周围的资源实在太少 根本发育不起来 于是第二天德爷打算去往山下的湖边发育 为了能在非洲草原长久地生存下去 德爷带着全部家荡前往山下的大湖泊 这里风景秀丽资源丰富 还有许多不怕死的新邻居 找了片密不透风的灌木丛 接下来的几天就在这过夜了 好在营地周围还有许多野生的莓骨 吃饱喝足后德爷打算去湖边查看情况 可却无意中碰见了一头晒太阳的宫河马 可能是光着身子的德爷太有杀伤了 河马屁都没敢放就跑得无影无踪 继续往前探索 德爷又发现了一大片仙人长 小心翼翼地敲下几颗果实 这味道简直不要太熟 光吃植物可满足不了德爷 趁着现在吃饱了有力气 德爷打算收集些树皮制作几个捕鸟陷阱 病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抓紫昆昆 随后德爷又对水里的鲜鱼有相同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操作 不一会的功夫便有了一个捕鱼陷阱 再挖点白蚁当作幼儿 接下来的时间便交给天翼 然而一连等了两三天 陷阱里连鱼毛也没有 捕鸟套索里也同样空空如也 一气之下德爷又回营地开始了摆案 点看时间已过了大半 再这样挨饿下去肯定会被同行笑话 与其坐以待毕不如主动出击 这天一大早德爷打算出门探索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但白痴没先找到 却让德爷大饱了一下眼符 没想到就在营地周围 居然有这么多的野生动物 甚至还能近距离目睹大象的容眠 这可把德爷兴奋坏了 如此生机勃勃的景象 让德爷又对生活充满信心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愿 这天检查陷阱时 真有只笨蛋黏鱼重头 转眼间又一条大家伙落了我 想不到在离开前的最后时刻 还能吃上一顿大餐 这样一条大鱼一顿根本吃不完 于是德爷又将另一条做成了熏鱼干 好家伙就着生活这滋味 隔壁辈子都残酷了 野外生活虽不赖 但终究还是得回归现实 随着直升机的缓缓道理 德爷洗涕头发成功完成了挑战 这是一种非洲独有的面包树果食 里面的果肉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麦芽味 还充满了丰富的维生素 为了能在半路上补充能量 还得打包两颗带走 可光吃不喝可不是个生意境 往前走了几小步 脚下的地面逐渐变得湿润 根据多年的打野经验 这里肯定会有水源的存在 果不其然跑土德刚挖了两三下 地下的淡水瞬间喷涌而出 都来不及过滤一下 德爷直接给给给就是一顿畅鸿 狠狠混了的水宝 当然还得打包一点带走 否则中途可死还真就完肚子了 足足装了两大罐 德爷这才舍得起了身 继续往前进发 一条不怕死的大辣条 突然出现在眼睛 送上门的蛋白质不要白表 德爷直接抄气棍子 就让气当场去世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今晚先在这休整一宿再出发 为了能吃上鲜美的辣条肉 当务之急还得生一堆银骨 经历了这么多期 火德星君的生火技能已然拉满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焰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还是老方法做个地下烤锅 一直从天亮烤到天黑 鲜美多汁的辣条肉总算出了炉 味道尝起来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 一口下去满嘴流油 除了捕头全是肉 吃饱喝足后 今晚终于能安心地盘稿 隔天一大早 德爷又开始了新一轮争成 昨天绕了不少冤枉路 今天必须得加快进入 缩光了水壶里所有的积蓄 德爷又一口气直接干了十几里 眼看身体面临着脱水的危险 硬是靠着意志找到了一处小水风 真是欧黄德转域 没想到里面的水还是新鲜的淡水 一个激动又发出给给给的怪象 现在有了水源的加持 今晚必须得在这柜衣 为了能补充到蛋白质 德爷又打起了青蟹的主意 只要用木棍塞进洞 感觉硬邦邦就表示里面有祸 随后一个无情铁着水 一只不幸的大青蟹便遭了殃 可仅有一只根本不够德爷塞牙缝 趁现在欧黄德附体 还得再抓来一只解解铲 可没想到这只居然还是个暴盗火 直接让德爷的小手见了红 一次捕获两只大青蟹 今晚终于能好好饱餐一顿 瞧瞧这纸头粗的大蟹琴 一口下去妥妥的满足感 今晚注定又得干个针线舞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如果再不加快点速度 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 为了能在沙漠中确定行进的方向 德爷打算爬上至高点观察一波基本情况 可没想到脚下的细沙如此松软 刘德华走一步划两步 费了大半条老命 终于艰难地来到了山顶 可没想到前方的沙丘是一个比一个高 为了能尽快回去和贝奶奶团聚 德爷缩光了水壶里的最后一滴水 凭借顽强的意志力 又接连翻越了无数个沙丘 终于在即将崩溃的最后一刻 发现了海边的鱼村 这趟打野旅程可谓是费了德爷的半条老命 赶紧回去和贝奶奶happy一下 好家伙究竟是什么食物 让挨饿得变成这一样 除此之外 他还吃上了香喷喷的大油骨 三两三的烤鸡鱼 外加一条嘎嘣脆的小薯片 保加利亚山林可谓是危险刺激荆棘丛生 更有许多熊大熊二居住在此 凭借自己的求生技能 德爷要在十天时间内 抵达到三十公里外的小水 还是不带任何食物和求生工具 甚至连头发也不带 乘坐着节目组九块九的直升机 德爷正式开始了本次挑战 老规矩刚落地鲜火速 清点一下吃饭的家务 趁着刚开局有着充足的体力 必须得快马加鞭多走一些路 可还没走两个 德爷就发出了阴阴阴的惨叫 这里陡翘的地势差点让他连地吃喜 定睛一看足足有十几米高 为了自己的小命 德必绕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绕舞 当下为了确定行进的方向 德爷打算去往制高点观察一波基本情况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天 眼看周围都是高松陡翘的山崖 德爷打算沿着河谷一直往下游走 又艰难跋涉了几里的 突然眼前出现了熊大的奥利品 这可把德爷吓坏了 要是真不幸遇到一只 那铁定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随后头皮发麻的德爷麻溜地离开了现场 眼看天色已晚 是时候寻找露营地了 可真是欧皇德转育 仅仅一个转身的功夫 前方就出现了一个天然洞穴 不管是位置和大小都堪称完美 可紧接着地上的一块骸骨 却让德爷再次紧张到炸毛 再三确认完安全后 德爷这才放心拎包入主 可到了半夜 周围各种各样的吵闹声 却让德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石像的熊大并没有灯门灶火 隔天一大早 德爷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靠着被动技能的加持 又一连行进了几里地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山顶 为了晚上能有地方盘稿 得赶紧搭建个窝棚过夜 收集了一大堆烂木头 手工得火速忙碌起来 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长短大小那叫一个呱呱叫 有了窝棚的加持 今晚至少能有七八帕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按照以往惯例 是时候出门寻找食物了 再从林里转悠了大半天 地上成片的三叶草映入眼帘 这玩意可富含着大量的维生素 躺起来还有骨淡淡的剑木味 可就这点根本不够德爷塞亚风 继续往前进发 一大片鸡鸣孤出现在眼前 这种菌类可谓是孤中一把 在老外眼里可是再好不过的上等食材 德爷也非常确认他能够放心使用 临走前还不忘打包一点带走 昨晚一夜没有生活 稿子差点被动的升窗 找了个野生的引火 火德星君打算用和李简的铁矿石生物 可就在返回途中 德爷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这是一具领了和饭的野马残骸 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毫无用处 可对于德子来说 却是来之不易的求生法宝 野马的棕毛不但能用来做假发 还能用其制作成鱼线钓鱼 但这具残骸很明显是被其他动物杀害 为了一探究竟 德子连忙在周围布置了监视器 随后收集了一大堆引火物 火德星君又重操起了就业 拿起矿石整整敲了三个多小时 火龙总算冒出了青烟 忙碌了这么久 得赶紧烤点蘑菇补充一下额量 等待的途中 心灵手巧德用捡来的棕毛编织了几条鱼线 就论这手工技术 直接甩隔壁被子几条尖 不一会蘑菇大餐就出了炉 品尝一口味道细腻棉花松冷弹牙 蛋白质和牛肉不差上下 吃饱喝足后这一碗注定又是个体力 隔天一大早 德爷兴奋地检查起布置的监视器 好家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天 果真有头熊大在四周转移 这让德子一时间头皮发麻 看来此地不宜久力 还是得趁早开溜 为了能连同火种一起转移 德子想到了捡到的大灵芝 只要将火种放进里面 连续烧个两天两夜都不成问题 收拾完一切后随即出了法 半路上德子更是全程提着心吊着 生怕熊大突然给他来个惊喜 好在一路平安无事来到了小溪 只要沿着河流往死里走 见到人类社会是迟早的事 行径途中还意外发现了几只野生蜗牛 考虑到直接吃刺身肯定会中招 先摘点草莓叶装进口袋 眷眼一段时间 这样一来就能吃上草莓味的蜗牛 继续往前进发 前方又出现了一处洞穴 在确保里面没有熊大蛊猴 德子打算在这里过夜 不得不说随身携带的火种 用起来就是芳芋 有了萤火的加持 就算再来石头熊也都伤不了德子一根头发 随后在河边喝水时 德子又打起了尊鱼的主 将之前捡到的大骨头砸烂 便能随机得到几个小鱼钩 将其固定在提前编织好的鱼线上 放进水中接下来便交给天翼 隔天一大早 德子就兴奋地来到河边 定睛一看还真有只笨蛋和尊重的圈套 一个激动又发出了嘎嘎嘎关心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短短两分半后便享受起了美味 好家伙这口感真是盖了帽子 补充了二氧蛋白质 浑身细胞立马有了活力 一路上危险陡峭的山崖 根本抵挡不住德子前进的步伐 一口气直接干了食肌 累得德子是上气不接下气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是时候停下脚步休息片刻 这时德子想到了口袋里的蜗牛 直接将其丢进火中烘烤 等待的途中还不忘再布置一个捕属陷阱 这方面德子可不敢骂了 还得先用自己的手指头试试笑 不宜会探考蜗牛就出了炉 可一口下去直接让德子戴上了痛苦面具 好家伙这斗板真是一言两句 差点连胃都吐错了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体 从德子的面向不难看出 昨天吃的蜗牛厚劲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随后德子赶来查看昨天布置的陷阱 果不其然还真有只笨蛋杰瑞中了圈套 烤杰瑞的味道自然不用多说 肉质柴儿不肥里焦外面 享受完早餐过后 德子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不宜会眼前出现了一丝亮光 德子2.5的势力很快就断定 那是接待自己的巫婆 果不其然救援队已在此等候多时 德子喜提头发成功完成了本次挑战 盖了冒了我的老卑鄙 这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挨饿得吗 不但开局就吃上了鲜美的羊腿肉 更有吃不完的烟熏羊肉感 外加一锅松鼠大乱炖 饭后再来根叶洋葱解解腻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本期德子来到了大蒙古的阿尔泰山脉 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 气温更是低至零下50度 就连路过的骆驼都能被动死几头 而德子却要孤身一人对此发起挑战 老规矩不带任何头发和求生工具 全部家当只有几台不值钱的摄像机 两台82年的大哥大 外加一个9块9包油的无人机 德子要在10天时间内 抵达到100公里外的文明社 这里的寒风就像刀子一样拍打在德子脸上 他很庆幸这次没有穿马赛克出场 在简单确认完方向后 德子正式开始了本次挑战 可还没走紧 前方一大片冰封壶却挡住了去 眼看对面的森林是打野发育的最佳场所 德子打算冒着吃习的风险横渡冻结的魂面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出点意味 还没走个几百步 突然脚下的冰链开始破裂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丢了可不好搞 最终德必绕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绕了 接连徒步几百米 前方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踪迹 凑近一看好像并没有人居住 几句散装猛鱼也没有得到回忆 但空手而归可不是德子的作风 趁着四周没人 时荒德顺走了一小块羊毛毯 还捡了两个生锈的铁罐 收拾完一切后又背着大叔包出了法 趁着昨天吃的午饭还没有消化干净 得赶紧快马家边多走一些路 不知不觉几里地下去 太阳公公已经悄悄下了山 德子这才意识到今晚的露营地还没有安排到 骂了自己一顿又哄了自己半天 找了块地势低洼的地方 简单铺点地上的泥台写 今晚熬不熬的过全看稿子给不给链 隔天一大早 德子就被这鬼天气洞醒 整整做了几百个俯卧 称这才有恢复原理 继续往前进发 地上的几个老鼠洞却吸引了德子的注入 考虑到周围的资源十分匮乏 德子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进食的机会 用捡来的铁罐子装满水 将杰瑞的洞洞全部灌满 不宜会一只笨蛋杰瑞就糟了痒 为了能抽出时间多感慕 先将其打包带走 继续跋涉了几里地 眼前陡峭的山谷却挡住了去路 为了能有足够的精力穿过去 德子打算先在山脚下修整一宿再出发 为了防止夜间盘搞瘦了 当务之急还得深堆英雾 收集了一大堆干燥的火龙 再找点像历史一样的塑胶当住人物 我德星君这次的生活方式不同以往 迫害了摄像机里的几块铃电池 只要用铜丝连接电池的正辅机造成短路 便能很好的产生发展 有了火源的加持 是时候烹饪晚餐了 将抓来的小杰瑞脱了个金光 随后装进罐子里一通乱炖 等待的时间手工德虎素搭建起了窝棚 还是那个熟悉的鞋坡式庇护素 不管是大小和长短都很令德子满意 不一会杰瑞乱炖就出了炉 好家伙这小味真是盖了帽 隐隐约约还能尝出一股牛肉的香味 狠狠啃了个金光 今晚注定得干个针线五 这是一头重达66公斤的野生美洋洋 也不知道欧皇德是转了什么运 居然吃起了羊肉大餐 时间来到第三天早上 德子早早就被自己率先 为了能尽快回去和贝奶奶团聚 随即又开始了新的争吵 趁着大早上学还没有融化 闭口气直接干了十几里 可突然前方又出现了一处冰封湖 根据大学里学到的小学知识 海拔高的地方温度越低 德子很确定这次的冰灭能支撑其他的重点 果不其然不一会就来到了狼狗对面 可等德子来到山顶 却发现行径的方向略有偏移 没办法只能从山谷的另一侧绕路前进 陡峭的地形加上湿滑的地面 更是差点让德子见不到明天的爱 好在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 平安无事穿过了山谷 突然天空中盘旋着好几只老鹰 根据多年的打野经验 地面上肯定有免费的盒饭大餐 果不其然向前走了两小步 一头66公斤的野生美羊羊出现在眼前 为了确保肉质还能够食用 德子扯下一小块羊内脏就啃了起来 好巧不巧肉质还算是安全 德子随即将其扛回了营地 白捡了这么一顿大餐 德子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随后心地善良的德子很快便将美羊羊大卸八块 甚至还脱下了完整的羊皮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先来颗羊球球补充一下营面 其他的里脊肉则挂在火上烟熏 隔天一大早 德子兴奋地起了床 原本计划的行进路线 却因为天气的原因暂时延迟 无奈只好躺在营地啃起了美味的烤羊腿 好家伙就这味道 直接甩五星级酒店几条街 饭后再来根叶洋葱解解你 可能生活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趁着现在阳光明媚气温升高 得赶紧加快行进的步伐 中途饿了就肯羊肉干冲击 上山的路可谓是艰难重重 尖锐的石头加上负重的背包 更是差点让德子原地失戏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翻过了山丘 可前方迎接他的是望不到边的雪 本着能划掘不走的行进方式 德子又一连干了失机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 脚下的雪地开始慢慢融化 德子每走一步都是异常的艰难 反射的紫外线更是让他看不清眼前的路 无奈之下德子选择先挖个雪洞休整一行 整整挖了三个多小时 一处像极了棺材的雪地壁库所随即完工 一个激动又发出给给给的怪叫 美美地睡了一觉过后 德子则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也不知道走得多余 前方松软的雪地开始让德子陷入了两难 每走一步都能陷到其妖身 为了保留仅存的体力 德子选择在雪地上匍匐前进 可就这蜗牛般的行进速度 还没到接应地点自己肯定已经动力 体力的布置加上身心的疲惫 让一向坚强的德子接近崩溃 思来想去了半个多小时 无奈之下他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 虽然这次的打野旅程并没有圆满成功 可想了想家中还有未过门的女朋友 德子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这绝对是挨饿得离吃戏最近的一次 打野到一半居然偶遇一枚地雷 差点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除此之外这期的伙食还真不烂 吃不完的无花骨 营养丰富的大蘑菇 嘎嘣脆的白角兽 饭后再来一根银棍子节节 生活就是这样的土食无花 本期德子来到了老挝的富良山脉 这里曾遭受过战争的习义 陡峭的山崖和茂密的丛林响 仍然埋藏着不少致命的地雷 而德子却要孤身一人对此发起挑战 九块九包了价值升级 德子很快抵达到了出发点 不带任何食物和求生工具 甚至连头发也不戴 德子要在十天时间内 抵达到三十公里外的小村庄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只能用太阳辨别了一下方向 德子正式开始了本次打野之旅 可没曾想当开局就遇到了麻烦时 还没走几步前方被一堵断崖挡住了去 定睛一看足有几百米高 这种情况就连隔壁被不绕见了都要绕到走 更别说没头发的隔壁绕 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想办法绕过去 但这段路可不怎么好走 茂密的荆棘加上致命的尖刺 稿子直呼这把高端局 接连向前途顾几百米 湿热的气候让德子出现了脱水反应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赶快补充水 弄不好就会中暑吃鞋 可真是欧皇德转越 不一会前方就出现了一条野生响戏 实在是太可怕 德子直接趴在地上就是一顿好饮 狠狠混了个水宝 又站在岸边简单摊查了一下地形 看着眼前宽阔的河流 德子打算走水路绕过高耸的崖北 可如果这样就会偏离原本的路线 但当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斯兰想去了半个多小时 德子还是打算放手搏一搏 可这时天空中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无奈只能究竟先找个严冻碧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二天 再给救援队简单汇报完行程后 德子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收集了一大堆烂木头 手工德又重操起了就业 前前后后忙碌了四个多小时 德毕陈昊总算大功到成 可没想到法子是造得快成的眼快 德子才刚坐上去就直接沉下去大半截 好在勉勉强强还能够浮在水面上 滑着竹筏航行十几里 体力逐渐开始透支 这时前方出现了一棵无花果树 这美味来的还真是及时 多得不说少得不浪 先打两棵下来尝尝鲜 好家伙就这饱满的果肉 忍不住让德子竖起了大拇指 眼看当下天色已晚 找了个野生的树根 今晚就在这过夜 为了防止晚上公文字叮咬稿子 当务之急还得生堆英 祸害了几根不粗不细的公主 火德兴君又开始了他的操作 抱着棍子摩擦数百下 火绒成功冒出了青烟 现在有了住所和火源的加持 是时候出门寻找蛋白质了 这是一只迷了路的大蛆蛆 体内的蛋白质堪称是牛肉的十倍 为了能补充到能量 德子也是丝毫不嫌弃 都没来得及掐头去尾 直接塞进了嘴里 就连路过的花蝴蝶 也没能逃脱嘎崩脆的命运 继续向前寻找 一只丛林白角兽出现在眼前 这玩意虽长得其貌不扬 但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放在火堆里简单烘烤个两分半 一道色香味都不具权的大餐变出了炉 吃起来味道扎崩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三倍 吃饱喝足后今晚又能安心地盘倒 隔天一大早 德子又开始了行情 碧莲飘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眼前出现了一道山谷 这可是翻越断崖的唯一途径 关键时刻德子可不敢骂我 尽管河水一直把它往相反的方向推 但还是使出吃奶的劲 奋力地滑到了河对岸 一连消耗了几十万卡拉伊 今天的路怕是走不了了 还是先天违背地位床 暂时将就一想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天 为了能在接下来的路程里不被咳死 手工德火速用竹子做了十几个饮水 装得满满当当后这才舍得起了身 趁着大岛上精力充沛 一口气直接干了十几里 可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个狗吃屎 起身后的德子随即发现眼前有个绿铁罐 好家伙这个惊喜可把德子插里下来了 这玩意就离自己不足一米 倘若不幸真踩上去 村里人怕是连骨灰都见不到 玩归玩闹归闹 还是得赶快离开此地 又接连跋涉十几里 水壶都已经见了 这时前方出现了久违的亮光 登顶一看这风景还真是美不胜受 但德子这时可没功夫感慨 眼看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喝水 再这样下去恐怕得交代在这儿 简单确认完行进路线 德子随即向山下出发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方终于出现了水流的声音 这可把德子兴奋坏了 狠狠灌了个大毛 还得下去洗一下澡 当然头发也要认真地清洗一下 有河流的地方 必定会有吃不完的丛林自主餐 纯野生的大蘑菇 香甜可口的琵琶骨 嘎嘣脆的银棍子 还有随处可见的大豌豆 吃饱喝足后今晚又能安心的盘饺子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七点 只要沿着河流往死里走 迟早都能见到人类社会 从洞里穿过去 必定能省去一大半时间 于是守宫德打算制作一个火把 根据贝子的求生手册记本 这种名叫龙脑香的树木 是一种很好的助燃剂 只要用火把将里面的树枝烧出来 等待冷却后便能提取到足够多的树枝 隔天一大早 德子兴奋地起了床 装了满满一大罐树枝 守宫德火速制作了一把衬手的火锯 在给救援队简单交代完后事后 德子便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洞穴 刚开始还顺利地走了几百米 可突然脚下一滑出了岔子 手中的火把差点熄灭 继续往前进发 洞穴两侧变得异常狭窄 可能是由于氧气耗尽的原因 手中的火把这时也不争气地歇了彩 这可把德子气坏了 骂了自己一顿又哄了自己半天 无奈只能凭借摄像机微弱的灯光艰难前进 往前走了几百步 眼前随即出现了一丝亮光 复行术实步豁然开朗 德子成功穿过了山洞 这时前方也出现了久违的人类文明 这次的打野旅程可谓是既艰险又刺激 话不多说赶紧回去和贝奶奶happy一下 这是一只被饿哭了的挨饿德 眼看开局四天都没有吃上美味 这让一向坚强的德子不禁开始猛男落泪 玩归玩闹归闹 当下没有蛋白质可不好够 将昨天捡来的羊腿简单加工一下 抽出里面的提筋浸泡的两分半 在手工德的一顿操作下 便有了一根精致的鱼血 再挂上捡来的铁钩 能不能钓上来鱼全看老天赏不赏脸 为了能确保万无一事 陷阱德又在尊于出没的地方 累了个捕鱼陷阱 等待的途中 德子又把目光放在了一旁的灌木 在一番艰难的寻找过后 还真有只不幸的蜥蜴中了招 象征性的挤完内脏后 德子便迫不及待的塞进了嘴里 口感尝起来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 蛋白质含量永远都比牛肉高 原地等待了三个多小时 是时候检查捕鱼陷阱的 不出意外鱼沟上连根鱼毛都没有 但好在另一边的捕鱼陷阱 还真抓到了祸 一番摸爬滚打后 成功将其收入囊中 这可把德子兴奋坏了 一不留神又发出给给给的怪奖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直接丢进火里烤就行 心中激动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不宜会遵于大餐就出了乳 Oh my God这口感这味道 一口下去满嘴流流 除了捕头全是肉 不到三十秒就可能连扎都不剩 吃饱喝足后今晚终于能有力气盘高 隔天一大早 德子继续开始了长途跋涉 有了昨天那条鱼的加油打气 闭口气直接干了失机 爬了两个半小时总算来到了山顶 眼看目的地的方向就在前方不远处 德子的心力充满了兴奋 可不料还没走个几百步 一道巨大的霞舞挡住了去 这可把德子气坏了 这要是绕路的话必定会完成不了任务 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下冲 一路跌跌撞撞总算来到了谷底 冒着脱水的风险又接连走了好几里 终于在中暑吃习的最后一刻 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溪 然而一口下去却嫌到差点原地去世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离目的地延长不远了 又成功挨勒了一宿 德子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本以为只要爬上山顶就会看见目的地 可没想到这沙丘是一个接着一个绵延不断 根本看不到尽头 巨大的体力消耗让德子接近崩溃的边缘 但又想了想家中漂亮的背面 又凭借顽强的意志力翻越了无数的沙丘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方终于看到了炎湖的风景 这时的德子已经没有力气再庆祝成功 费了大半条往命 终于结束了这次徒步之旅 随着四蹦子的缓缓到来 赶紧回去和被奶奶happy一下 三天饿酒顿的艾饿德这次是真的发达 心脆可口的野黄瓜 礼娇外嫩的烤年鱼 还有一瓶纯野生的阿萨姆 好端端的一档求生节目 硬是被德子玩出了新花样 经过节目组的细心安排 本期德子来到了巴拿马的达里园沼泽 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热带雨林之一 各种致命的毒虫更是数不胜数 九块九包了架小游艇 德子很快抵达到了出发地 十天时间 不带任何食物和求生工具 更是永远都不带头发 德子要徒步抵达到30公里外的部落村庄 当下为了确认行进的方向 德子用起了传说中的立竿剑林法 考虑到在雨林求生 生活必定是一大难题 于是石荒德又在沙滩上捡起了干燥的柴火 半路上还意外发现了一把破伤风之刃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开局 收拾完一切后随即背上大书包出了法 沿着河流一连走了几百米 持续的高温暴晒不得不让德子钻进了雨林 好在刚开局水源的问题还不用发愁 冒着窜息提不上裤子的风险 德子直接趴在地上就是一顿豪雨 勉强混了个水宝 又得继续往前进发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在雨林中行走很容易一路 德子只能追随着太阳的方向艰难前进 又一连跋涉了几里地 炎热的天气不禁让稿子有得中暑的风险 为了家中被奶奶的幸福生物 德子打算先在此地休整一选再出发 这时救援队也急忙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并声称雨林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动物 让德子夜间务必保护好自己的小蚯蚓 找了块还算不错的空灵 象征性地打扫一下后便很快进入了梦乡 隔天一大早 德子就被自己率醒 再将肚子灌个满满当当后便又开始了启程 随着地势的逐渐升高 体力的消耗也在不经意间增加 恰好这时太阳公公还躲进了云层 无法辨别到正确的方向 这让德子一时陷入了焦虑之中 无奈只能凭借多年的打野经验贸然前行 而随着雨林的逐渐深入 水源也随之牺涉 三番五次都差点经历脱水的痛苦 又凭借心中坚定的信念爬了几百米 终于看到了那束希望的光芒 爬上山顶一番简单勘探 发现远处的村落就在眼前 要是按这种速度下前进 不到一周就能成功完成挑战 然而厄运专挑苦命运 借连走了几百米 炎热的天气加上负重的背包 让德子一时间口干舌燥也冒惊心 为了自己的小命还是先放慢行进的速度 这时前方树上出现了一种不知名的银棍子 在野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不能贸然吞下 否则很有可能八人一桌吃大喜 但德子可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放进嘴里嘎嘣脆 你还别说口感吃起来像黄瓜 水分堪比三十岁的小姑娘 但对于德子来说根本就是塞牙缝 继续跋涉了几里地 还是依旧没有找到水源 没有食物德子可以开被动 但没有水在这里连一天都撑不下去 情急之下德子打起了野生藤蔓的主意 掏出捡来的破伤风之刃就朝着藤蔓砍去 可一连几刀下去结果连水毛都没有 甚至还消耗了几十万卡尼 总体来说这波血亏 又艰难地往前走了几百米 眼前随即出现了一条野生的阿萨姆奶茶 好家伙这一口下去小味真是盖了帽 简直和石膏水没两样 然而才向前走了几百米 眼前随即出现了一条野生小溪 这他马的真是造花弄人 顿时心中一万只羊驼奔腾而舞 但玩归玩闹归闹 赶紧先给稿子物理酱的温 期间还发现水里有数不清的老合尊 但累坏了的德子决定明天再给他们上一课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天 眼看挨饿的血条已经见底 为了能抓到水里的河尊 守宫德打算制作一个捕鱼陷阱 依旧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在抓只子弹已当作诱饵 能不能抓到鱼犬靠老天赏不赏鱼 等待的途中 火德星君打算生一堆银火 还是老办法用公钻摩擦起火 哼击哼击弄了两个半小时 火熔成功冒出了青烟 这时捕鱼陷阱里也有了收火 而且还是一次抓了三条 实在是太行格瑞了 细火只烤了个三分数 就迫不及待地塞进嘴中 肉质更是肥而不柴里焦外难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情 狠狠补充了几十万卡文医 今晚必定能有七八趴 隔天一大早 德子又开始了长途跋涉 茂密的雨林每走一步都是异常的艰难 而且水壶里的谁也已经见底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方又出现了一条小溪 一个兴奋又发出给给给的怪象 再去岸边搜寻一份 居然还发现了被爷撸串留下的装备 这口生锈的宝泊可谓是求生法宝 为了能吃上绝世美味 守宫德打算制作一把弓箭 抽出背包上的橡皮筋 随后再对箭头进行细节打拨 顾一会一把趁手的发射器就大功告成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先趴进水里碰碰运气 避连几十件下去 还真有只笨蛋合尊遭了殃 随后更是接连射了好几条 这时德子又把目光放在了岸边的香蕉树上 随即上演了一番徒手撸鼠 就这伤害力爆表的组合拳 一看都是练习了两年半的时间 不一会香蕉树就阴声倒地 而接下来便是德大厨的表演时间 不一会一道香蕉尊于大乱顿就出了祸 好家伙这味道真是盖了帽子 隔壁被子都残酷了 转眼间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德子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可不一会就在雨林中迷了路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这种情况下换做普通人早就已经打了 但荒野界的扛把子可不是浪得虚语 凭借心中女人强大的第六本 德子很快摸清了方位 又一连走了大半天 视野也变得逐渐开股 这时眼前也出现了一条大路 正当德子补充水分时 当地人划着独木舟恰好路 凭借英俊的容颜 德子成功搭上了顺风车 本次挑战也圆满完成 纵横荒野数十年 德子终于打破了三天饿酒顿的魔种 吃着营养丰富的咖喱鸡肉饭 喝着热乎的自制淤泥泥泼奶茶 坐上奥德标的125摩迪驰骰荒野 就连出门排降都有大部队保驾呼号 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 位于澳洲北部的西巴布亚语林 有一处布满白色横线的神秘地带 如此诡异的景象让德子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挨恶界的扛把子 探险界的大标杆 德子打算亲自去一探究竟 除了头发不戴 其他必要的装备足足装了三十斤 当然紧急储备梁摄影师同样也不够 随后两人连夜赶到了机场 两个半小时后抵达雅加达 和当地的美女们拼了辆四蹦 几人随即就向当地村委会进发 半路上德子向当地人打探目的地的信息 可半点有用的价值也不 为了能寻求到帮助 德子带着摄影师来到了当地警局 没想到警察也是德子的粉丝 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了地形图 连声谢谢都没说 德子立马就包了辆出租车前往目的地 司机大哥也试得很 一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漏语的窗 想要去鸡曼岛市 司机立马引荐了当地的一位平民 牧师法笔作为当地赫赫有名的百事童 方圆百里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两人刚见面也是立马拍起了彩虹蹄 看到德子顾眼万里来到家乡做客 也是热情款待了一番 随后法笔便邀请当地有名的摩托车队 送德子前往 这些骑着125摩低的当地牧师 车机这一块他们还真没服过谁 但还没走多久 当地的公蚊子就给了德子一个下马威 摄影师的脸上更是惨不忍睹 都说这里的蚊子就像吸血鬼 现在看来这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更离谱的是半路上德子的大钉 直接把车给押爆了 没办法最后一截路只能推着往前走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了歇脚的地方 坐了一天的摩低 德子早已经疲惫不堪 直接趴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 奥德彪大队已经集合完了 他们要骑100公里才能到达入口附近 好在津津运气好没有下雨 看着壮观的摩托车大队 专属奥德彪的BGM成功响起 此时此刻他们脚下踩的 不再是普通的125活地 而是专属荒野扛把子的运用旅行车队 沿着沙滩一连行进了十几里 前方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可即便如此 奥德彪们的125活地根本不带序的 依旧带着德子穿梭在风雨之中 等到众人抵达河边马头 剩下的路程只能依靠渔船 当地黑哥看来了大客户 急忙掏出手中的照妖镜 给河里的渔民发信号 看见德子这个四肢发达的壮寒 渔民也是立马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给奥德彪们告别后 德子带着法笔顺利起了程 二十分钟后 他们来到了距离目的地最近的村落 看见白色乳蛋的到来 这里的人们也充满了好奇 在法笔的帮助下 当地人知道了德子的难以 随即带他坐上了去往沼泽的独木舟 可没想到德子一米八的大高个此时 却是个那种 一连尝试了好几次都顺利摔进了 就连平常的坐船对德子来说 也完全不可 一气之下他掏出了自己的冲气 在跟法笔告别后 德子孤身一人进入了沼泽 刚开始的路程还很顺利 可越往里走 河道就变得越来越窄 没过一会船桨就彻底歇了踩 情急之下德子只能依靠双手艰难前进 可这种速度简直比乌龟还要慢 六个小时只前进了2.5公里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眼看天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 德子找了块陆地就只冷起了帐篷 随后掏出打火机升起了银脸 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赶紧先给自己泡上一壶热茶 一口滚烫的茶水下毒 当然还得补充点蛋白质 吃饱喝足后再美美地洗个凉水子 当然头发还得认真地清洗一下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营地外的公文子准时叫醒了德子 收拾完一些德子打算装一壶水 可却直接滑进我额里 没办法只能灌了满满一大壶泥水 随后德子向里面滴了点神秘液体 浑浊的河水立马变得清澈 考虑到时间景渊物种 德子又立马起了行 半路上发现了一朵眼灵花 德子直接一口下去拉崩萃 卡路里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继续往前进发 前方居然出现了当地的部落民族 想不到这种鬼地方都还有人类生存 德子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为了搞清楚神秘白贤 他还是决定亲自拜访一下这些土种 可由于语言的不同 双方比划了半天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无奈之下德子跟着酋长来到了他们的村委会 当地村民像看猴一样不断打量着德子 德子也掏出平板表达自己前来的 没见过市面的酋长对这个新玩意充满了好奇 经过一番无效的沟通 德子最终还是打电话呼叫了发布 晚上在村花们的注视下德子很快进入了梦乡 转眼间来到了第三天 睡梦中的德子被一阵急促的详意憋醒 直接拉人家屋子里好像也不太好 好在部落人看懂了他的手语 随即安排两名靓仔带着德子去往排响堡 看德子这小表情就知道 拉完整个人都已经升华了 刚回到部落 法比和摄影师也已经打开 通过交流得知 那块神秘区域是当地部落的一片净土 根本不允许外地人进出 但在法比和德子的再三请求下 酋长最终还是同意让他们一探究竟 乘坐独木舟来到沼泽深处 部落人为德子几人举行了神秘的祈祷仪式 还给美人身上吐了几口口水 随后在部落人的护航下 德子成功进入了那片神秘区域 可放眼望去除了鲁尾还是鲁尾 半点奇特的景象都没看到 为此德子掏出了自己的无人机 这才得到了最终答案 原来那些神秘的百姓 其实就是部落人打造的水道 这样更方便他们运输物资 太阳照射在河面上 就反射出了耀眼的白光 为了搞清楚状况 部落人还特意为德子掩饰了一份 只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在水底一番折腾 三两下便堆出一片人造路 这让德子不禁感慨万分 想不到地球上还有如此多的神秘部 虽然没有自己期待中的美好 但总体而言 这趟打野之旅也并不亏 这是德子打野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旅程 不仅全程带了名贴身保镖 深更半夜还差点成为猎狗的晚餐 不过这次的伙食是相当不赖 每一口下去都是奢华的享受 位于非洲赞比亚的西部大荒野 有一堆诡异的神秘黑点 在缺德地图上研究了大半天 德子愣是不明白它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 他还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除了头发不戴 其他五花八门的装备足足装了三十斤 以防自己中途去世没有人收拾 还得带上储备粮摄影师 九块九包了架小飞机 德子很快来到了当地小镇 从这里走水路可能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 可当地的船夫看德子长得老实巴叫 直接开口就要2500美刀 德子虽然钱多但他不傻 接连问了好几个船夫 没想到都是小黑子 无奈之下德子打算拦一辆当地的八路公交 苦苦等待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等来了一辆货车 刚上车德子也是立马和小黑子们打起了招呼 同行中他还发现了一名肤白茂姆的妹子 据妹子所说她居然是当地部落的公主 在德子的花言巧语下 公主决定带她先去自己家参观一下 半小时后抵达部落村庄 门口的老大爷二话不说就同意德子进了废 随后在公主家族的一番严肃讨论下 决定同意德子这个外来物种参观自己的部落 不过前提是不能勾引公主 然而到了晚上 公主带着德子吃香的喝辣 完全把德子当成了自己的男朋友 这可把德子心酸坏了 美美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德子就起了行 临走前还不忘占一下公主的便宜 也不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坐上独木舟行进了诗机里 反复的几句话却让德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据说这里的河马是出了名的凶了 就在前一阵不久 村长的二儿子就已经不幸遇喊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急忙就让船只靠了岸 当地的黑子村长看起来就很合身 二话不说就让德子今晚在这过夜 感受了一下村子里面小妃子的热情 晚上在几名壮汉的带领下 德子打算去看看能不能抓几条食人鱼开开会 可独木舟还没滑行几百米 耳边就传来了河马的嚎叫声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小命开玩笑 看来乘坐独木舟毕竟会是吃喜的份 第二天一大早 德子随即花重金包了馊快点 不得不说包里有马内还真就是方子 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当地旅游公园 最有名的保镖黑哥 有着阿卡四七的加持 德子对这趟旅程充满了信心 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五十公里 乘坐四蹦子来到最近的出发 德子丢下了摄影师 接下来的路程只能和黑哥徒步前往 同行中据黑哥所说 这一带经常有偷猎者出没 他们手持重武器 专挑没头发的动物下杀手 德子听的是一愣一愣 生怕自己也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接连跋涉了几里地 他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看来今晚就在这过夜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陌生人的声音 吓得德子跟在黑哥后面瑟瑟发抖 好在只是地上留了几片剪影 对方可能看到黑哥的阿卡四七 早都被吓得无影无踪 随后忙碌了一天的德大厨 也精心料理起了晚餐 辣椒酱配白米饭 这小伙食简直不要太好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睡了两个半小时后 两人又继续起了城 大早上赶路不仅气温凉水 最重要的是太阳晒不到头发 没走多久 前方出现了好几只猎狗 看着白白嫩嫩的德子 猎狗们被馋得直流哈拉子 等到了傍晚 两人迟迟不敢入睡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来到了猎狗的地盘 以防半夜被猎狗搞偷袭 他们火速支起了帐篷 然而这一招并不管 四五只猎狗在营地周围疯狂转移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黑哥见状拿起AK就冲了出来 猎狗们也是个损 看到AK后屁都没敢放就离开了这里 以防万一德子还是生了两堆鹰 可不一会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 这可真是倒了的大美 不一会帐篷里就渗满了水 气得德子忍不住发出给给给 心惊胆战度过了一夜 隔日劳迪不早两人就出了罚 对于昨晚发生的那一幕 德子觉得既惊险又刺激 多亏了有黑哥的保护 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 继续往前走了几里地 缺德地图显示目的地就在附近 穿过一大片高耸的杂草 德子来到了一片坑坑洼洼的地势 根据定位显示那些黑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完全出乎了德子的意料 为了能搞清楚情况 德子掏出了无人机 经过一番扫尸过后 他发现这里就是地图上那些神秘图案 但德子还是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随后在黑哥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最近的一个村墓 据村长所说 那些坑其实就是为了给村子里盖学校挖了 那一带的地下有制作砖块的特殊图 由于雨季泥水的灌溉 才造就了卫星地图上的神秘景象 听到这的德子并没有感受到失望 毕竟这一路上的经历才是最享受的 盖了冒了我的老baby们 堂堂挨恶戒的扛霸子 居然化身流浪汉过上了乞讨生 看来这么好的地段没人睡是有原因的 眼看此时已经到了半夜两点 无处落脚的德子直接找了个店门口就躺了下去 然而到了隔天早上 德子就被一阵尿骚味熏醒 也不知道昨晚是哪个不长眼的尿在了德子身上 实在是太缺德了 而正当德子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 却遭到了店主的一顿问候 想不到刚来这座城市就被人这样对待 德子的内心别提有多委屈 为了大早上能补充到蛋白质 他找了个街道就躺了下来 结果坐了还没半小时 就有好心人送给了他一张高级银体的带金犬 德子也是立马换了杯卡布其落 可等他上一秒刚喝完 紧接着又有好心人问他吃没吃早餐 说完就给德子买了一份豪华版的三明治和一堆小零食 实在是太幸运了 没想到伦敦的流浪汉生活居然这么好 解决了食物问题 德子打算像其他流浪汉一样开始乞讨工作 可在垃圾桶旁整整坐了两个半小时 问候了能有上百名路人 可愣是没一个人肯搭理他 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德子愣是没想明白 就在这时又来了名流浪汉找德子蹭滑子 见德子长得老实芭蕉 他决定给德子传授点经验 原来钢蛋是这条街乞讨界的堂霸 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了 就靠乞讨买了一间单身公寓 好家伙有这样的工作谁还去常理大博司啊 看德子也是个实在哥 他随即邀请有时间一起去他家过夜 德子被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 想不到街头流浪还能遇到正能好事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德子的生意开始逐渐变好 短短几十分钟里 他就收获了十英镑 甚至还有全新的蘑菇套餐 好家伙这可比曼彻斯特要好的太多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起来的德子就吃上了香喷喷的汉堡套餐 中午在街边乞讨时遇到了昨晚的钢蛋 他告诉德子乞讨也是门技术 首先要将带味道的脚丫子藏起来 不然路人闻到味道都不敢靠近 更别说还给你吃什么 接着就要摆出一个比较诚实的姿势 这样才能讨得路人的关心 据钢蛋所说曾经有一位土豪喝醉了 直接就赏了他六百英镑 德子听闻后感慨万分 好家火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等傻帽 没过多久钢蛋就收到了一份炒面 德子闻着味就凑了上来 这味道真是盖了帽了 不知比牛肉好吃多少 跟着大佬混了整整一天 晚上钢蛋带着德子来到了他的单身公寓 头一次有这种奢华的享受 德子连忙清洗了一下稿子 钢蛋还贴心地准备了一碗炒方便面 经过一番深入的交谈 德子知道了外面街上还有很多冒牌流浪汗 他们就像钢蛋一样表面看起来破破烂烂 其实背地里有好几套单身公寓 而钢蛋之所以选择当流浪汗 只是因为在这里乞讨这么钱 要比进场打螺丝要多十几倍 听了钢蛋所说 德子也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再次来到大街上 约翰作为这里年纪最大的流浪汗 已经在这条街混了将近30年 每天都有两三百磅的收入 见德子可能与自己年纪差不多大 他主动邀请德子在他的地盘过夜 捡了几块破旧的纸盒板 哭在地上他很快就躺了下去 隔天一大早 德子发现约翰在往垃圾桶里倒冰红茶 询问了一番才知道 原来是经常吃高热量食物得了糖尿病 德子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但奈何自己的工资还没有人家乞讨赚的 眼看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这也是众多流浪汗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德子今天又遇到了一名精神小伙 小坤子仍送外号少福杀手 他只要见到人就夸 嘴更是比你女朋友还要舔 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就成功收获十英镑 德子看到这牧师旗羡慕又急 口袋里有了马妹 小坤子立马就去买了平福特甲 喝完随手就将酒瓶子扔在里面 德子见状转身就捡了钱 不爱护环境的人 他是不愿意做朋友 在大街上转了一大圈 德子发现了个黄金地段 简单和同行打了一下招 还白嫖了几杯福特甲 短短半小时过后 就有好心人过来给他们送吃的 饿了一天的德子立马就砍了起来 吃完了盒饭居然还有披萨 这小日子简直不要太滋润 眨眼的功夫 又有老板大气直接赏了他们五十英镑 这可把几人乐傻了 带头的坤哥随即就邀请德子去他家做客 一路上几人有说有笑 仿佛德子已经和他们融为了议题 来到昆哨的房间 好家伙这小窝简直不要太懒难 就这条件居然还有空养猫 但德子却一点也没有嫌弃 终于能安心地睡个安稳觉了 等到了白天 白嫖德又去当地的慈善机构吃了个大门 在伦敦的街头 根本就不需要满事的 只要你往大街上一走 就有源源不断的食物递到你的怀里 这也是伦敦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汉的原因 来到这里才短短一个月 德子非但没有变得消瘦 稿子还长了能有二两个妖 流浪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回家了 要不然家中的贝奶奶该等着急了 她是荒野界的堂霸子 人送外号挨厄德 曾独自徒步七千公里穿越亚马逊 贝叶在她面前都得叫弟弟 验人荒野求生落地一把刀 她荒野求生落地马赛克 凭借超强的野外求生本领 堪称单挑荒野第一人 但为了挑战自己的机器 德子一没事就喜欢作死 这次她来到了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凭借自己的求生技能 她要在这里整整生存60天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无疑是提前宣布了自己的死亡 可对于德子来说 完成这次挑战 意味着在整个荒野界 都没有认识自己的对手 乘坐着当地人的小滑艇 德子很快登了岛 老规矩落地一身马赛克 没有衣服没有水 甚至都没有头发 就连设备拍摄都得自己进行 看着几个黑鬼远去的身影 德子一时间开始变得逐渐焦虑 野外求生第一准则 必定是寻找水源 好在小岛周边生长着成群的椰子树 德子二话不说 就光着钉子摘了几颗 使出吃奶的劲将其砸开 里面的枝叶顿时喷涌而出 也不管之后的日子会怎么 等到第一天先来一顿畅语 勉强混了个水宝 德子这才打算寻找露营地 真是老天开了眼 还没走几步 就在岩壁上发现了一处天然洞穴 不管是位置和大小都堪称完美 一激动德子又控制不住 发出给别给的罐角 为了晚上盘稿的方便 德子还特意铺了层干草包呢 第一天就这么混了过去 你还别说这开局是个好兆头 有了住所 有了水 现在就差食物了 可能刚开局的德子还并不着急 随手捡了一些沙滩上的小海骨 挺尝一口味道嘎嘣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室味 不出意外 接下来几天都得靠这个来维持生存 虽然登岛时采集了大量野生烟骨 但那毕竟数量有限 水源的问题还是一直没有解决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没想到就在营地旁边 恰巧就有一个渗水的烟壁 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就连小水坑都能和德子的光头气得 毕兴奋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 补充了些许能量 手工德打算给自己做个小草剧 毕竟在这满是荆棘的小岛上 岛子刮坏了可不是啥好事 你还别说这手工做的还挺不赖 在探索小岛的路上 德子还意外发现了被冲上岸的海洋垃圾 这可是个好兆头 费旧的塑料瓶刚好用来做储水零器 沿着海岸走了失机 德子算是摸清了方位 毕竟没有缺德地图的导航 迷路了可不好整 而等德子返回营地 小水坑里已经积满了水 这能基本满足德子的一天损绪 为了晚上不挨动 他还特意采集了些棕榈叶当作床变 一个不留神还发现了一条不幸的蜥蜴 这可是上等的蛋白质 德子没有丝毫犹豫 掐头去尾直接扔进嘴里 味道嘎崩脆勉强还能够接受 但这点蛋白质还远远不够 为了摄取更多的能量 德子必须得做出形容 可在这样的荒岛上 手无寸铁的他也只能继续捡海螺为生 顺道还收集了许多贝壳 等到下雨又能收集倒不少水 随后德子又继续往小岛的内部探索 真是盖了个帽 没想到小岛上还有野生的美洋洋 这可是行走的美味 德子见状也随即发誓 一定要抓一只回来尝尝闲 荒野界总流传这一句话 跟着德爷混 三天饿酒顿 现在看来这也并不是没有刀 眼看已经登岛五天 德子却一直靠吃海螺维持生存 换作正常人早就已经扛不住 但艾乐德的名号可不是白来 这天一大早 营地的水源又传来了好消息 整整接了满满一大片 这可把德子兴奋坏了 现在就差火源还没有搞定 为了制作工具生活 德子费尽全力砍了根歪脖子老树 打算利用树枝制作把手攻钻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哼紧哼紧忙碌了一笑 绳子磨断了无数根 可还是白费功夫没有效果 消耗了大量能量 德子又只能摘取椰果冲击 可没想到椰树也不给他面子 接连的打击让德子差点发跑 就这样又一连挨饿了好几天 而由于长期吃生海螺 德子的胃也终于有了反应 一时间肚里翻江倒海难受万分 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 就连平常的椰肉这时也感觉难以下液 实在是扛不住了 德子只能打开随身携带的急救包 喝了片抗生素一连休息了好几天 这才又逐渐恢复了原力 而且之前布置的储水装置 这时也收集了足足两身干水 这让德子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避连干了半瓶水 德子打算去小岛内部碰碰运气 真是欧皇德转运 还没走两步就在地上 发现了野生的牢狱 这可是白贱的碳水化合物 回到营地德子又将其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在太阳下晒个一时半微 好家伙 德子爬儿野生小薯片 味道甘甜爽口简直不要太美味 摄入了一些能量 德子瞬间有了力气 打算用捡来的塑料瓶做一个捕鱼陷阱 迫害了十几只小海螺当幼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还真给他抓住了十几条泥狗子 虽然听说泥狗子的味道像极了奥利 可饿坏了的德子可管不了这么多 捏起一只放进嘴里 虽然恶臭味直奔天灵感 可好歹补充了十几两蛋白质 这让德子又有了生活的念头 经历了上次的失败 德子也有了许多经验 抱着弓钻足足摩擦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是看到了一丝火星 关键时刻德子可不敢懈怠 拿起火种就是一顿狂吹 不一会就成功升起了萤火 实在是太兴奋了 德子一时间直接猛男落泪无法控制 有了萤火的加持 这下终于不用吃生食物了 真的是盖了帽了 瞧瞧把挨恶得了成啥样 自从有了火源的加持 德子的生活品质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一大早醒来就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泡沫热茶 一口滚烫的茶水下来 忍不住又发出了鸡鸡鸡的怪叫 就连平常能直接生吃的椰肉 德子也不忘放在火上烤一下 可即便如此 这样的生活还是不能满足德子的需求 眼看雨季即将到来 一只窝在山洞里自己迟早会被冻死 于是德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带上所有装备搬进小岛内部 可前提是得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小窝宝 啥也不说啥也不闹 在确保火源不会熄灭后 德子便踏上了寻找露营地的道路 半路上还意外发现了一个积水的小桶康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虽然水源浑浊不堪 可德子却管不了这么多 足足收集了四五瓶 这才舍得起身离开 地连跋涉了几小时 终于找到了适合搭建窝棚的地平 这里地是平坦空气干燥 是搭建窝棚的绝佳之地 二话不说直接开灶 由于没有像样的工具 每砍一棵树可谓是困难重重 只是搭了个简单的框架 德子就已经累得说不了人话 实在是太饿了 必须得想办法找点事的 来到海边随手一泡 不幸的谢老板就糟了样 转眼间已经变成了美味 这味道这口感简直搭崩脆 德子更是连残渣也不舍得浪费 补充了二两蛋白质 接下来又得继续干活 为了使窝棚更加牢固 必须得砍几棵粗壮的小树 这对于德子来说可是个大工程 哼紧哼紧忙碌为啸 把自己累得差点歇了惨 结果只砍了三棵醒树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先回营地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趁着大中午潮水很低 德子想去小岛的另一边 捡些能用的破烂 为了自己不被太阳晒伤 机智德还给自己 涂了自制的防晒霜 带着捡来的破衣服 德子很快上了路 这里的海水每天 都会冲上来一些海洋垃圾 对于德子来说 这可是天然的小超市 不但收集了许多废旧塑料品 还在石头缝里 捡了一只炸了毛的旧牙刷 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苦 可每天刷牙的好习惯 还是得保持 磨碎的木炭刚好能荡成牙膏运 不得不说精致这块 还得看癌饿 现在每天的日子除了睡觉 就是得赶紧见起 自己的豪华小蝶野 平常一条胳膊粗的小水 对于德子来说 却要三天才能砍下来 每天消耗着巨大的能量 所需的食物 也只能靠捡海边的小螃蟹为生 好在今天德子算是转了运 翻开一块石头 下面居然有条活蹦乱跳的小蓝鱼 这可是满满的蛋白质 今晚可以加餐了 随后德子还发现了一个 喷着牛奶的不营生物 虽然看起来黏黏糊糊怪我心人 但只要是海里的生物 德子是一律也不肯放 满载而归的德子 回到营地烹饪起了食物 低端的食材不需要高端的烹饪 直接放在火上烤就行 奥买达这味道 这口感简直一个自证据 至于那条肥坨坨的海参 烤了一半居然还爆了汁 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啥食物 可德子却是一口闷 吃起来就像烧焦的轮胎 美好的一天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外面突然开始下起了大暴雨 这可是个好兆头 想到明天就能有喝不完的淡水 德子差点激动地睡不着觉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埃乐德居然收集了 十几瓶珍贵的淡水 这下可以暂时不用担心水源问题 可随着雨季的到来 天气已经逐渐降温 如果不尽快搭建起庇护所 那毕竟会遭受大自然的吸引 有了最基本的框架 一个能防雨的屋顶可是必不可省 野生的棕榈叶可是天然的防雨材料 手工德再次上线 别看德子平常五大三粗 要真干起活来那可比女人还要细心 瞧瞧这精致的屋顶 鲁班看了都直呼内耗 接下来的十几天内 德子一直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 砍树叶 编织 捆绑 一样也不能落下来 这对于孤身艺人的德子来说可是个大工厂 为了获取能量 德子又得出门寻找食物 只有想办法填饱肚子 才能尽快完成任务 他又来到了之前野生老芋头的所在地 可这次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饿坏了的德子随口吃了几片芋头叶 可没一会牙齦就痛得发痒 整个人都开始头皮发麻 显然那芋头叶肯定有毒 回到营地的德子也顿时没有活力 由于长期涉及不到营养 德子的身体已经不堪一击 现在能使他支撑下去了 只有自己的一年 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十几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恶风了 德子一时间竟开始享受这样的运动 果然古人云的一点没错 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不今天的德子又迎来了好运 整整挖了一大堆野生老芋头 又能勉强撑个好几天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建造 德事业外小窝棚成功出世 看看这做工这细节 简直不要太完美 实在是太兴奋了 忙碌了这么久终于能搬进新家了 回到洞穴的德子立马收拾上所有行李 当然珍贵的火种肯定也不能忘 碧莲跑了好几趟 赶紧泡杯热茶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还很长 面对岛上成群结队的美洋洋 必须得想办法抓到一只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看看德子发现什么好东西 一只比椰子还大的巨型椰子型 这可是上等的蛋白质 提供的能量足足可以支撑德子一天的所需 不知不觉离登岛已经过了一个多运 这段时间德子的小伙食还算不错 每天都能捡到吃不完的螃蟹和海 但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 德子也吸入了不少的戏剧 这天一大早 原本好好的肚子顿时胀得像个皮靴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弄不好又得经历脱水的痛苦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腹部就开始剧烈疼痛 这胃痛的等级简直比稿子丢了还疼万能 实在是扛不住了 德子直接掏出了卫星电话寻求帮助 不一会医生就冒着大雨赶到了现场 在简单了解情况后 给了德子两颗抗生素便草草离开 好在药效很快发生了作用 第二天的德子又逐渐挥出了原力 在沿海捡破烂的途中 还幸运地捡了个废弃油桶 这可是再好不过的餐具 回到营地简单加工后 一个生锈的铁锅便有两年 再将剪刀的铁片打磨锋利 手工德又制作了一把衬手的手术 就这锋利的长工 砍头母牛都不成问题 不仅如此 德子居然还在后院种植了好几颗老玉头 每过一段时间 他都能收获满满的碳水化合物 而在回营地的路上 一只不幸的椰子蟹可把德子兴奋坏了 立马将其带回营地架火烧烤 瞧瞧这笔拳头还大的蟹钱肉 一口下去妥妥的满足感 享受午饭的同时 德子又听见了野生美洋洋的哭海声 登倒了这么久 德子早已忍受不住美洋洋的诱物 趁吃饱了有劲干活 他必须得赶紧制作狩猎工具抓一只 破坏了一棵细小的小树 在绑上捡来的绳子 一把毫无杀伤力的原始弓 便被德子制作出来 但有了弓可远远不够 德子又用捡来的棕鱼液制作剑鱼 不得不说在武器制造这方面 守弓德还真没服过谁 在对弓箭进行简单测试后 德子便开始了他的狩猎计划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眼看成群的美洋洋竟在咫尺 可德子却是一发都没射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美洋洋 从眼皮子底下逃脱 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德子一直都没想明白 然而就在返回营地的路上 德子却发现了意外的惊喜 只见一头野生公山羊 居然卡在了藤蔓 我滴个乖乖 难道是老天开了眼 看着突如其来的上吊羊 德子简直不敢相信 如此离谱的机会 德子可不敢放过 直接搬起石头 让山羊领忙合饭 实在是太激动了 如果处理得到 接下来的半个月 就能过少皇室搬着手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搬回营地 好好处理一番 一口滚烫的茶水下边 当然还得补充点蛋白质 吃饱喝足后 再美美地洗个凉水子 当然头发还得认真地清洗一下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营地外的公文子准时 叫醒了德子 收拾完一些德子 打算装一壶水 可却直接滑进油额里 没办法 只能灌了满满一大壶泥水 随后德子向里面 滴了点神秘液体 浑浊的河水立马变得清澈 考虑到时间紧愿误准 德子又立马起了航 半路上发现了一朵眼灵花 德子直接一口下去嘎嘣嘴 卡路里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继续往前进发 前方居然出现了当地的部落民族 想不到这种鬼地方都还有人类生存 德子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为了搞清楚神秘百姓 他还是决定亲自拜访一下这些土著 可由于语言的不同 双方比划了半天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无奈之下德子跟着酋长来到了他们的村委会 当地村民像看猴一样不断打量着德子 德子也掏出平板表达自己前来的 没见过世面的酋长 对这个新玩意充满了好奇 经过一番无效的沟通 德子最终还是打电话呼叫了法普 晚上在村花们的注视下 德子很快进入了梦想 转眼间来到了第三天 睡梦中的德子被一阵急促的详意憋醒 直接拉人家屋子里好像也不太好 好在部落人看懂了他的手语 随即安排两名靓仔带着德子去往排响堡 看德子这小表情就知道 拉完整个人都已经升华了 刚回到部落 法比和摄影师也已经赶来 通过交流得知 那块神秘区域是当地部落的一片净土 根本不允许外地人进出 但在法比和德子的再三请求下 酋长最终还是同意让他们一探究竟 乘坐独木舟来到沼泽深处 部落人为德子挤人举行了神秘的祈祷仪式 还给美人身上吐了几口口水 随后在部落人的护航下 德子成功进入了那片神秘区域 可放眼望去除了卢尾还是卢尾 半点奇特的景象都没看到 为此德子掏出了自己的无人机 这才得到了最终答案 原来那些神秘的百姓 其实就是部落人打造的水道 这样更方便他们运输物资 太阳照射在河面上 就反射出了耀眼的白光 为了搞清楚状况 部落人还特意为德子掩饰了一番 只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在水底一番折扰 三两下便堆出一片人造路 这让德子不禁感慨万分 想不到地球上还有如此多的神秘步伐 虽然没有自己期待中的美好 但总体而言这趟打野之旅也并不愧 这是德子打野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旅程 不仅全程带了名贴身保料 深更半夜还差点成为猎狗的晚餐 不过这次的伙食是相当不赖 每一口下去都是奢华的享受 位于非洲赞比亚的西部大荒野 有一堆诡异的神秘黑饼 在缺德地图上研究了大半天 德子愣是不明白他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 他还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除了头发不带 其他五花八门的装备足足装了三十斤 以防自己中途去世没有人收拾 还得带上储备粮摄影师 九块九包了架小飞机 德子很快来到了当地小镇 从这里走水路可能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 可当地的船夫看德子长得老实巴叫 直接开口就要2500美刀 德子虽然钱多但他不傻 接连问了好几个船夫 没想到都是小黑子 无奈之下德子打算拦一辆当地的八路公交 苦苦等待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等来了一辆货车 刚上车德子也是立马和小黑子们打起了招呼 同行中他还发现了一名肤白貌美的妹子 巨妹子所说他居然是当地部落的公主 在德子的花言巧语下 公主决定带他先去自己家参观一下 半小时后抵达部落村庄 门口的老大爷二话不说就同意德子进了座 随后在公主家族的一番严肃讨论下 决定同意德子这个外来物种参观自己的部落 不过前提是不能勾引公主 然而到了晚上 公主带着德子吃香的喝辣 完全把德子当成了自己的男朋友 这可把德子兴奋坏了 美美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德子就起了行 临走前还不忘占一下公主的便宜 也不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坐上独木舟行进了施机里 反复的几句话却让德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据说这里的河马是出了名的凶猛 就在前一阵不久 村长的二儿子就已经不幸于喊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急忙就让船只靠了岸 当地的黑子村长看起来就很合身 二话不说就让德子今晚在这播宴 感受了一下村子里面小黑子的热情 晚上在几名壮汉的带领下 德子打算去看看能不能抓几条食人鱼开开会 可独木舟还没滑行几百里 耳边就传来了河马的嚎叫声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小命开玩笑 看来乘坐独木舟毕竟会是吃戏的份 第二天一大早 德子随即花重金包了馊快点 不得不说包里有马内还真就是方法 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当地旅游公园 考虑到这里每年都会有没头发的人神秘失踪 德子随即就找了名当地最有名的保镖黑哥 有着阿卡四七的加持 德子对这趟旅程充满了信心 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五十公里 乘坐四蹦子来到最近的出发地 德子丢下了摄影师 接下来的路程只能和黑哥徒步前往 同行中据黑哥所说 这一带经常有偷猎者出没 他们手持重武器 专挑没头发的动物像杀手 德子听的是一愣一愣 生怕自己也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接连跋涉了几里地 他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看来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以防夜间盘搞得瘦了 火德星君又升起一堆萤火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陌生人的声音 吓得德子跟在黑哥后面瑟瑟发抖 好在只是地上留了几片剪影 对方可能看到黑哥的阿卡四七 早都被吓得无影无踪 随后忙碌了一天的德大厨 也精心料理起了冷饭 辣椒酱配白米饭 这小伙食简直不要太好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睡了两个半小时后 两人又继续起了城 大早上赶路不仅气温凉水 最重要的是太阳晒不到头发 没走多久 前方出现了好几只猎狗 看着白白嫩嫩的德子 猎狗们被缠得直流哈喇子 等到了傍晚 两人迟迟不敢入睡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来到了猎狗的地盘 以防半夜被猎狗搞偷袭 他们火速支起了帐篷 然而这一招并不管 四五只猎狗在营地周围疯狂转移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黑哥见状拿起EK就冲了出来 猎狗们也是个损 看到AK后屁都没敢放就离开了这堂 他发现这里就是地图上那些神秘的大妹 雾一回帐篷里就渗满了水 气得德子忍不住发出给给给 心惊胆战度过了一夜 隔日劳迪不早两人就出了罚 对于昨晚发生的那一幕 德子觉得既惊险又刺激 多亏了有黑哥的保护 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 继续往前找了几里地 却得地图显示目的地就在附近 穿过一大片高耸的杂草 德子来到了一片坑坑洼洼的地势 根据定位显示那些黑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完全出乎了德子的意料 为了能搞清楚情况 德子掏出了无人机 经过一番扫尸过后 他发现这里就是地图上那些神秘图案 但德子还是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随后在黑哥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最近的一个村墓 据村长所说 那些坑其实就是为了给村子里盖学校挖 那一带的地下有制作砖块的特殊图 由于雨季泥水的灌感 才造就了卫星地图上的神秘景象 听到这个德子并没有感受到失望 毕竟这一路上的经历才是最享受的 盖了冒了我的老卑鄙们 堂堂挨恶劫的扛霸子 在此期间美食是一顿没少吃 有垃圾桶里剪刀的烤面包 老奶奶施舍的蔬菜沙拉 香喷喷的咖喱鸡肉饭 晚上还有貌美如花的妹子相伴 生活质量丝毫不亚于上流社会 话盖了冒了我的老卑鄙们 三天饿酒顿的德爷这次是真的转运 街头流浪都能过上小汤生 吃着不花钱的零食套餐 营养丰盛的鸡蛋炒面 还有热乎乎的猫屎咖啡 好端端的一档流浪节目 硬是让德子玩出了新花样 本期德子来到了英国伦敦 这里可谓是整个英国最为繁华的地段 同样街道上的流浪汉也是数不胜数 作为挨恶界的扛霸子 德子也想体验一把白嫖的乐趣 这次除了戴上了头发 还有一部便于拍摄的智能机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找个合适的地方过夜 由于自己刚来人生地不熟 德子本想找同行打听一下情报 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对方就疯狂问候起了他的家人 德子虽然表面上很平静 也是伦敦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汉的原因 来到这里才短短一个月 德子非但没有变得销售 稿子还长了能有二两标 流浪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回家了 要不然家中的贝奶奶该等着急了 他是荒野界的扛霸子 人送外号挨恶德 曾独自徒步七千公里穿越亚马逊 贝叶在他面前都得叫弟弟 别人荒野求生落地一把刀 他荒野求生落地马赛克 凭借超强的野外求生本领 堪称单挑荒野第一人 但为了挑战自己的机器 德子一没事就喜欢作死 这次他来到了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凭借自己的求生技能 他要在这里整整生存60天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无疑是提前宣布了自己的死亡 可对于德子来说 完成这次挑战 意味着在整个荒野界都没有认识自己的对手 乘坐着当地人的小滑体 德子很快登了岛 老规矩落地一身马赛克 没有衣服没有水 甚至都没有头发 就连设备拍摄都得自己进行 看着几个黑鬼远去的深夜 德子一时间开始变得逐渐焦虑 野外求生第一准则必定是寻找水源 好在小岛周边生长的成群的椰子树 德子二话不说就光着钉子摘了几颗 使出吃奶的劲将其砸开 里面的枝叶顿时喷涌而出 也不管之后的日子会怎么 登岛第一天先来一顿畅语 勉强混了个水宝 德子这才打算寻找露营地 真是老天开了眼 还没走几步就在岩壁上 发现了一处天然洞穴 不管是位置和大脚都堪称完了 一激动德子又控制不住 发出给给给的灌脚 为了晚上盘稿的方便 德子还特意扑了层干草包呢 第一天就这么混了过去 你还别说这开局是个好兆头 有了住所 有了水 现在就差食物了 可能刚开局的德子还并不着急 随手捡了一些沙灘上的小海骨 品尝一口味道嘎崩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室位 不出意外 接下来几天都得靠这个来维持生存 虽然登岛时采集了大量野生烟骨 但那毕竟数量有限 水源的问题还是一直没有解决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没想到就在营地旁边 恰巧就有一个渗水的燕壁 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就连小水坑都能和德子的光头气得 毕兴奋又忍不住发出给给 补充了些许能量 手工德打算给自己做个小草剧 毕竟在这满是荆棘的小岛上 岛子刮坏了可不是啥好事 你还别说这手工做的还挺不烂 在探索小岛的路上 德子还意外发现了被冲上岸的海洋垃圾 这可是个好兆头 费旧的塑料瓶刚好用来做储水文器 沿着海岸走了世界 德子算是摸清了方位 毕竟没有缺德地图的导航 迷路了可不好整 而等德子返回营地 小水坑里已经积满了水 这能基本满足德子的一天损绪 为了晚上不挨冻 他还特意采集了些棕櫚叶当作床垫 一个不留神还发现了一条不幸的蜥蜴 这可是上岛的蛋白质 德子没有丝毫犹豫 掐头去尾直接扔进嘴里 味道嘎嘣脆勉强还能够接受 但这点蛋白质还远远不够 为了摄取更多的能量 德子必须得做出行动 可在这样的荒岛上 手无寸铁的他也只能继续捡海螺维生 顺道还收集了许多贝壳 等到下雨又能收集到不少水 随后德子又继续往小岛的内部探索 真是盖了个帽 没想到小岛上还有野生的美洋洋 这可是行走的美味 德子见状也随即发誓 一定要抓一只回来尝尝先 荒野界总流传着一句话 跟着德爷混 三天饿酒顿 现在看来这也并不是没有道 眼看已经登岛五天 德子却一直靠吃海螺维持生存 换作正常人早就已经扛不住 但挨饿德的名号可不是白来 这天一大早 营地的水源又传来了好消息 现在就差火源还没有搞定 为了制作工具生活 德子费尽全力砍了根歪脖子老树 打算利用树枝制作把手工钻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哼紧哼紧忙碌了一笑 绳子磨断了无数根 可还是白费功夫没有效果 消耗了大量能量 德子又只能摘取椰果冲击 可没想到椰树也不给他面子 接连的打击让德子差点发狂 就这样又一连挨饿了好几天 而由于长期吃生海螺 德子的胃也终于有了反应 一时间肚里翻江倒海难受万分 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 就连平常的椰肉这时也感觉难以下液 实在是扛不住了 德子只能打开随身携带的急救包 喝了片抗生素一连休息了好几天 这才又逐渐恢复了原力 而且之前布置的储水装置 这时也收集了足足两生淡水 这让德子又有了活下去的稀罗 一连干了半瓶水 德子打算去小岛内部碰碰运气 真是欧皇德转运 还没走两步就在地上发现了野生的狼屋 这可是白茧的碳水化合物 回到营地德子又将其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在太阳下晒个一时半会 好家伙 德子爬儿野生小薯片 味道甘甜爽口简直不要太苦 摄入了一些能量 德子瞬间有了力气 打算用捡来的塑料瓶做一个捕鱼陷阱 祸害了十几只小海螺当幼儿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还真给他抓住了十几条泥狗子 虽然听说泥狗子的味道像极了奥利 可饿坏了的德子可管不了这么多 捏起一只放进嘴里 虽然恶臭味直奔天灵感 可好歹补充了十几两蛋白质 这让德子又有了生火的念头 经历了上次的失败 德子也有了许多经验 抱着公钻足足摩擦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是看到了一丝火星 关键时刻德子可不敢懈怠 拿起火种就是一顿狂吹 不一会就成功升起了营火 实在是太兴奋了 德子一时间直接猛然落泪无法控制 有了营火的加持 这下终于不用吃生食物了 真的是盖了帽啊 瞧瞧把癌恶得了成啥样 自从有了火源的加持 德子的生活品质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一大早醒来就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泡壶热茶 一口滚烫的茶水下 忍不住又发出了叽叽叽的怪脚 就连平常能直接生吃的椰肉 德子也不忘放在火上烤一下 可即便如此 这样的生活还是不能满足德子的需求 眼看雨季即将到来 一直窝在山洞里自己迟早会被冻死 于是德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带上所有装备搬进小岛内部 可前提是得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小窝棚 啥也不说啥也不闹 在确保火源不会熄灭后 德子便踏上了寻找露营地的道路 半路上还意外发现了一个积水的小桶康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虽然水源浑浊不堪 可德子却管不了这么多 足足收集了四五瓶 这才舍得起身离开 一连跋涉了几小时 终于找到了适合搭建窝棚的地皮 这里地势平坦空气干燥 是搭建窝棚的绝佳之地 二话不说直接开灶 由于没有像样的工具 每砍一棵树可谓是困难重重 只是搭了个简单的框架 德子就已经累得说不了人话 实在是太饿了 必须得想办法找点事了 来到海边随手一套 不幸的谢老板就糟了样 转眼间已经变成了美味 这味道这口感简直搭崩脆 德子更是连残渣也不舍得浪费 补充了二两蛋白质 接下来又得继续干活 为了使窝棚更加牢固 必须得砍几棵粗壮的小树 这对于德子来说可是个大工程 哼紧哼紧忙碌为啸 把自己累得差点歇了踩 结果只砍了三棵醒树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先回营地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趁着大中午潮水很低 德子想去小岛的另一边 捡些能用的破烂 为了自己不被太阳闪伤 机智德还给自己涂了自制的防晒霜 带着捡来的破衣服 德子很快上了路 这里的海水每天都会冲上来一些海洋垃圾 对于德子来说这可是天然的小超市 不但收集了许多废旧塑料品 还在石头缝里捡了一只炸了毛的旧牙刷 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苦 可每天刷牙的好习惯还是得保持 磨碎的木炭刚好能当成牙膏晕 不得不说精致这块还得看癌饿 现在每天的日子除了睡觉 就是得赶紧见起自己的豪华小别野 平常一条胳膊粗的小树 对于德子来说却要三天才能砍下来 每天消耗着巨大的能量 所需的食物也只能靠捡海边的小螃蟹为生 好在今天德子算是转个孕 翻开一块石头下面居然有条活蹦乱跳的小白鱼 这可是满满的蛋白质 今晚可以加餐了 随后德子还发现了一个喷着牛奶的不营生物 虽然看起来年年糊糊怪了心人 但只要是海里的生物德子是一律也不肯放 满载而归的德子回到营地烹饪起了食物 低端的食材不需要高端的烹饪 直接放在火上烤就行 奥买达这味道这口感简直一根字真诀 至于那条肥陀陀的海参 好了一半居然还爆了汁 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啥食欲 可德子却是一口嫩 吃起来就像烧焦的轮胎 美好的一天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外面突然开始下起了大爆 这可是个好兆头 想到明天就能有喝不完的淡水 德子差点激动地睡不着觉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埃厄德居然收集了十几瓶珍贵的淡水 这下可以暂时不用担心水源问题 可随着雨季的到来 天气已经逐渐降温 如果不尽快搭建起庇护所 那毕竟会遭受大自然的协议 有了最基本的框架 一个能防雨的屋顶可是必不可省 野生的棕榈叶可是天然的防雨材料 手工德再次上线 别看德子平常五大三粗 要真干起活来那可比女人还要细心 瞧瞧这精致的屋顶 鲁班看了都直呼内行 接下来的十几天内 德子一直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 砍树叶 编织 纹绑 一样也不能落下 这对于孤身一人的德子来说 可是个大工厂 为了获取能量 德子又得出门寻找食物 只有想办法填饱肚子 才能尽快完成任务 他又来到了之前野生老芋头的所在地 可这次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饿坏了的德子随口吃了几片芋头叶 可没一会牙齦就痛得发痒 整个人都开始头皮发麻 显然那芋头叶肯定有多 回到营地的德子也顿时没有活力 由于长期涉及不到营养 德子的身体已经不堪一击 现在能使他支撑下去的 只有自己的一年 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十几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恶风了 德子一时间竟开始享受这样的人 果然古人云的一点没错 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不今天的德子又迎来了好运 整整挖了一大堆野生老芋头 又能勉强撑了好几天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建造 德事业外小窝棚成功出世 看看这做工这细节 简直不要太完美 实在是太兴奋了 忙碌了这么久 终于能搬进新家了 回到洞穴的德子 立马收拾上所有心 当然珍贵的火种肯定也不能忘 一连跑了好几趟 赶紧泡杯热茶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还很长 面对岛上成群结队的美洋洋 必须得想办法抓到一只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看看德子发现什么好东西 一只比椰子还大的巨型椰子型 这可是上等的蛋白质 提供的能量足足 可以支撑德子一天的损需 不知不觉离登岛已经过了一个多运 这段时间德子的小伙食还算不错 每天都能捡到吃不完的螃蟹和汗 但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 德子也吸入了不少的细菌 这天一大早 原本好好的肚子顿时胀得像个皮靴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弄不好又得经历脱水的痛苦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腹部就开始剧烈疼痛 这胃痛的等级简直比稿子丢了还疼万能 实在是扛不住了 德子直接掏出了卫星电话寻求帮助 不一会医生就冒着大鱼赶到了现场 在简单了解情况后 给了德子两颗抗生素便草草离开 好在药效很快发生了作用 第二天的德子又逐渐恢复了原力 在沿海捡破烂的途中 还幸运地捡了个废弃油桶 这可是再好不过的餐具 回到营地简单加工后 一个生锈的铁锅便有两面 再将剪刀的铁片打磨锋利 手工德又制作了一把衬手的手术 就这锋利的长布 砍头母牛都不成问题 不仅如此 德子居然还在后院种植了好几颗老鱼 每过一段时间 他都能收获满满的碳水化合 而在回营地的路上 一只不幸的椰子蟹可把德子兴奋坏了 立马将其带回营地架火烧烤 瞧瞧这笔拳头还大的蟹钱肉 一口下去妥妥的满足感 享受午饭的同时 德子又听见了野生美洋洋的哭海声 登倒了这么久 德子早已忍受不住美洋洋的诱惑 趁吃饱了有劲钢骨 他必须得赶紧制作狩猎工具抓一只 破坏了一颗细小的小树 在绑上捡来的绳索 一把毫无杀伤力的原始弓 便被德子制作出来 但有了弓可远远不够 德子又用捡来的棕鱼液制作剑鱼 不得不说在武器制造这方面 手工德还真没服过谁 在对弓箭进行简单测试后 德子便开始了他的狩猎计划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眼看成群的美洋洋近在咫尺 可德子却是一发都没射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美洋洋 从眼皮子底下逃跑 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德子一直都没想明白 然而就在返回营地的路上 德子却发现了意外的惊喜 只见一头野生公山洋 居然卡在了藤蔓 我低个乖乖 难道是老天开了眼 看着突如其来的上吊洋 德子简直不敢相信 如此离谱的机会 德子可不敢放过 直接搬起石头 让山洋领望和饭 实在是太激动了 如果处理得到 接下来的半个月 就能过少皇室般的生活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搬回营地 好好处理一番 盖了冒了我的老贝比们 挨饿得这回 真的过上了皇室般的生活 瞧瞧这满屋子的烟熏肉 好家伙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为了能确保羊肉不会变成 德子打算挖一个地下烤锅 大火整整烤了三个多小时 等揭开棕鱼叶的那一刻 扑鼻的香味熄灭而来 好家伙肉制肥 而不柴里焦外面 一个激动又发出了 给给给的怪觉 这下可真的是 是算吃了炖大餐 肥美的大肉进了肚 山羊身上的其他部位 也同样不能浪费 包下来的山羊皮 刚好能给自己做件饱满内衣 而羊内脏则可以用来当作鱼儿 德子还趁机在海边 累了个捕鱼陷阱 真的是幸运连连 不一会的功夫 就抓到了一条不幸的失败鱼 这下不仅能吃上羊肉 还能喝上鲜美的鱼汤 在岛上的生活品质 正在逐步提高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第50天 为了捕到更大的鱼 操起了就业 你还别说这法子看起来还挺不错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德子算是挑了一个不幸的日子 天算万算 没想到今天的海风如此之难 自己的小竹筏根本被吹得无法控制 无奈只能暂时放弃航行 真的是坏得不去好的不来 回到岛上的德子 又一连发现了一大堆老绿头 时间也来到了第57天 德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不仅给自己编了个舒适的小床 甚至还有空锻炼起了身体 真是造花弄人 住了这么久 才发现营地门口居然还长了科芒鼠树 也不管他熟没熟 德子二话不说直接塞进嘴里 可能是咬得太过着急 德子的烤瓷牙居然还被带了下来 这下挨饿得便活压得了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小岛的主动权 虽然没有持续的鱼羊肉 但现在的食物已经足够他继续生存下去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60天 终于要回归人类社会了 看着自己亲手搭的小窝棚 德子一时间竟有了些许流烈 他成功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生存了60天 不得不说埃厄德就是强 随着直升机的缓缓爆来 德子兴奋地登上了飞机 我想这一刻他比谁都激动 终于能回去找德奶奶 度蜜月了 盖了冒了我的老卑鄙们 埃厄德这次是彻底飘了 在经历了这么多期的荒野求生之后 最终德子成为了既被业后 又一家喻户晓的野外求生专家 其独一无二的被动技能更是锻炼的独唠无独 但为了稳住自己荒野一哥的地位 德子居然口出狂言要挑战世界各大顶级生存专家 他们要在世界上各种极端的环境下 来一场势均力敌的求生较量 谁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 就能获得导演组授予的口头牛逼勋章 本期德子再次来到了泰国丛林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某特种部队的生存专家内部 在一番虚情假意的问问过后 导演组向两人介绍了基本的比赛规则 全程挑战路线50公里 谁先抵达到终点大坝谁就是赢家 除此之外两人还搁带一盆打野刀 甚至还有摄影小哥全程跟随拍摄 乘坐着节目组9块9的四凤子 两人分别从各自的出发地飞奔而下 他们的目标都是先前往山谷底部的河里 这里的地势失滑又满峭 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吃喜 我不其然话音刚落 德子的摄影小哥就栽了个大跟头 还好德子及时出手相救 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 当下为了尽快到达谷 德子随即找了根野生藤蔓 随后便沿着陡峭的山崖爬了下去 可没曾想途中突然一个角落 直接连人带装备一路摩擦火发蛋上 便摔了下去 好在德子一向扶大命难 并没有伤及到要害 相反而言奈德这边就顺利地过 凭借部队里学到的经验 他火速用竹子制作了个简易手杀 随后平安无事地就来到了谷底 而此时的德子还在跟自己生着闷气 骂了自己一顿又哄了自己半天 调整好状态后迅速朝着山下跑去 不宜会终于看见了河流的踪迹 可定睛一看足足离自己几百米高 为了自己的小命 德必绕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绕路 而此时另一边的奈德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 下山途中偶遇一棵香蕉树 补充为一丢丢水分 还得打包一点踪鱼心带子 随后又幸运地发现了一条兽道 在丛林中这可是通往河流的高速公路 不宜会奈德就先一步抵达到了河边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也是活力全开 带着摄影师一路狂奔 穿过层层荆棘植被 终于听到了河流的声音 为了防止河水直接喝下去不喘息 还得挖个坑简单过滤一下 一口下去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兴 为了能追上奈德的脚步 德子打算走水路顺流而想 可没想到刚下水就出了岔子 一个没踩稳差点交代的河里 连摄影师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手工德打算造一艘法子 砍了一棵岸边的香蕉树 随便拿了几根浮木就飘了下去 顺着河流飘了数百米 冰冷的河水冻的稿子直哆嗦 为了家中被奶奶的幸福生活 德子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岸 与此同时奈德这边别提有多顺利 行径途中偶然发现一根大辣条 还没等辣条反过来 奈德直接手起石落就让七里们喝饭 这下晚餐的问题不用发愁了 先打包带走留下一会享用 而另一边的德子眼看走水路行不通 只能又钻进了树林 打了个手势 凑近一看原来是奈德正在对面摩擦生活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德子心想这可是反超奈德的最佳机会 一个激动又发出给别给的怪小 随后便带着摄影师鬼鬼祟祟的一路前行 不得不说德子很庆幸自己有着无敌的被动机 开局不到三天根本不需要进食 随便找了个草卧 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相比而言 奈德这边却已经吃起了礼娇外难的烤烂 一口下去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隔天一大早两人又各自起了行 为了彻底拉开和奈德的差距 德子打算抄近路绕过前方的山坡 这样必定能节省一大半时间 随后还不忘嘲讽一下落后的奈德 然而这条捷径可不怎么好走 艰难跋涉了几百米 一道瀑布挡住了去 可能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平常的德必绕这次却选择与瀑布正面应当 吃滑的石头让德子时刻充满着危险 火不其然不一会就发生了一弱 一声清脆的声响更是把摄影师差点下来 看德子的小表情就知道这胶摔得不轻 赶紧摘下帽子摸摸自己的光头 好在发型并没有摔乱 眼看在这样爬上去很有可能吃鞋 于是德子被迫无奈只好选择绕路 与此同时奈德这边却找到了个山洞 为了能补充到蛋白质 他决定进洞里碰碰运气 看着墙壁上成裙的黑蝙蝠 奈德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闷棍 嘴上说着抱歉手 却很自然地将其装进了书包 不疑会眼前出现了一丝亮光 一个不留神又将德子抛在了身后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两人也同时放慢了行径的脚步 奈德又自然而然地吃起了香喷喷的烤蝙蝠 相比而言德子真是要多残有多残 依靠被动技能硬生生扛了三天 眼看挨饿血条即将见到 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了树上的蚂蚁波上 随后迫不及待地趴在地上缩了起来 勉强塞了个牙缝 很快便来到了夜晚 可没想到这晚一半夜 却让德子变得生不如死 一连串的运复反应差点 折子整促 本着绝不浪费食物的原子 陷阱德又用偶部当作诱饵 制作了个补暑陷阱 隔天一大早 德子兴奋地起了床 没想到还真有只笨蛋杰瑞中的拳头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细火慢熏了两分半 德子便享受起了美味 这每一口下去都是满满的奢価 肉质更是肥而不柴里焦外能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吃饱喝足后 两人都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德子仗着自己年轻气盛的优势 一路上更是连停都不带停 紧随其后的奈德 这时也发现了德子的脚印 这要是被一个连头发都没有的人赢得比赛 那以后都没脸再回到部队 于是奈德打算制造一个法子 一直沿着河流顺流而下 这十五敌老表也已在终点前等待着了 出乎意料光头 德先一步抵达到了终点 守护住了自己荒野一哥的地位 奈德也在这次见识到了德子惊人的被动机 最后在互吹下结束了这次比赛 节目组终于心疼了德子一回 安排了个漂亮妹子和他一起荒野求生 卡特曾是米国著名的原始技巧求生专家 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求生能力也是嘎嘎棒 本期两人来到了位于太平洋的帕拉群头 这里环境恶劣连鸟都不想来拉屎 初次见面的两人也是立马来了拨商业互吹 随后乘坐着节目组的小游艇 朝着岛屿方向进发 依旧是由伍迪老表设计比赛路线 两人分别被投放至岛屿的两侧 七天时间 谁先抵达到终点的遇难船 就能证明谁最牛逼 随着伍迪老表的一声令响 两人火速跳进了水里 距离岸边只有几里路 但这对于汉鸦德来说可是不小的考验 一路靠着狗袍式游泳法艰难前进 冰冷的海水在德子的光头上胡乱地拍 稿子也是一直被动得直哆嗦 相比而言卡特这边却显得很顺利 仅仅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呛了几口盐水便迅速上岸 当下的任务是得赶紧寻找岛屿的风景 而此时的德子还泡在水里瑟瑟发动 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 德子也是豁出老命终于游到了岸边 可没想到这里全是尖锐陡峭的岩石 抓了颗细小的树枝就想爬上去 可很显然树枝根本扛不住德子的体重 没办法得避绕又得重新寻找路线 整整折腾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带着摄影师艰难上岸 凭借曾经荒岛生存60天的惨痛经历 德子立刻收集起了被冲上岸的塑料品 象征性地清洗一下 便有了一排雨水收集器 而此时的卡特已经来到了小岛内部 穿过层层荆棘植被 眼前出现了战争遗留的痕迹 这里数不清的炮弹残海 无不寓意着米国和小日子之间的爱恨情仇 本以为这里能够找到水源 可旁边各种破旧的绿铁罐 却让卡特不得不另寻出路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 却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淡水 一口下去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想 补充了一丢丢水分 德子就朝着下一座岛屿进发 此时的海面上已经是波涛汹涌危机重重 岛子刮破了倒是小事 要是遇到鲨鱼就完独走 好在德子一向扶大命吧 终于在天黑前顺利上岸 现在搭建庇护所肯定已经来不及 还是老龟举天为被地围闯 暂时将就一宿 相比德子的年轻气势 卡特这边却打算制作个简易的腾空调传 将树上的腾半互相缠绕在一起 再用棕榈叶做一个遮风挡雨的小屋顶 航在上面只有一个自书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德子早早就被自己摔醒 趁着大早上精力充沛 他打算翻过小岛去往另一边海域 然而上山的路可不怎么好走 遍地都布满了锋利等的山岩 一个不留神就能让稿子投破血流 先男跋涉了几里地 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丝亮光 都来不及发出给给给 带着摄影师一路狂奔 很快便到达了山下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先给稿子物理降个温 而此时的卡特却遇到了一片 荆棘横生的红树田 要知道这里面可隐藏着致命的香味 如果不尽快绕过去 弄不好就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好在卡特还是平安无事地来到了岸边 为了能在天黑前抵达到下一座暴雨 他打算制作一个法子 好在岸边的资源十分丰富 各种建筑材料是应有尽量 布宜会法子的雏形就有了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徒手造飞机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却已经开始了觅食 找了块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椰肉当作诱 能不能抓到食物权看老天赏不赏脸 还真是欧皇德转运 布宜会一只笨蛋椰子蟹就遭了痒 这玩意虽长得其貌不痒 但却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一直从天亮烤到天黑 嘎嘣脆的椰子蟹变出了炉 狠狠补充了几十万卡罗伊 今晚还能趁机盘一下稿子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卡特却没这么信用 忙着造了一整天的木法 身体累坏的同时还没有补充到蛋白质 只能依靠被动勉强度过一夜 隔天一大早 格子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昨天夜里盘稿子消耗了大量水分 当务之急得赶紧补充回来 收集了一大堆塑料瓶 半路上还捡了个生锈的铁桶 格子打算用传说中的海水蒸馏盆制作淡水 将捡来的塑料瓶相互连接成一个管道 再将另一边插进装满海水的铁桶 在大火的烧之下 不疑惠就蒸流出了许多淡水 一口下去又忍不住发出嘎嘎嘎的怪性 此时的德子已经领先卡特一大截 但为了稳固自己荒野一哥的地盘 守公德还是打算造一艘法子 简单在地上画了下草图 随后便开始忙碌起来 不疑惠德毕陈昊就大功告成 出发前还不忘给脸上涂点魔性探面 这一下荒野借扛把子的气质暴露依 顶着40度的大太阳 德毕陈昊随即出了法 与此同时卡特这边也在完善着自己的幕法 不得不说女孩子做事就是讲究细致 捡来的破步刚好能用来制作船翻 当然为干的选择也不能大意 而为了将其牢牢固定在幕法上 卡特打算在船体上烧一个洞 此时的他也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落后 但只要法子一天造不好 那就不可能追上德子的角度 此时的德子已经驾驶着德毕陈昊航行的世界 不一会眼前就出现了下一座岛屿的位置 伴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德子也是急忙拉着幕法上岸 而此时的卡特依旧在加班加点的打造法子 饿了就捡几只寄居蟹补充能量 能不能赢得比赛此时都已经不重要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天 整整耗费两天时间打造的黄金卡特号总算起了好 不管是动力和速度都是一级棒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此时的德毕陈昊却已经被海浪拍得即将散架 没有办法德子只能弃船逃生 眼看距离终点只有五公里 德子是开足了玛丽头也不回地向前冲 此时的卡特也已经抛下幕法上岸 不一会终点的遇难船映入眼帘 德子凭借遥遥领先的优势 必把将卡特甩在了身后 眼看暴风雨再一次来临 德子拖着即将虚拖的身体终于抵达到了终点 得知自己是第一名猫 更是兴奋地叫出了神 十几分钟后卡特也顺利完成了比赛 这次输给埃厄德完全是在卡特的预量之中 看来眼前这个光头果真还是有两把刷子 总体来说这趟打野旅程 也让两人的经验只有提升了一个等级 别人打野都是三天饿久顿 而德子却吃上了恶臭难耐的野生浮瘦 嘎嘣脆的肥美大清蟹 晚上再来一只探考大年鱼加价餐 好端端的一档比赛节目 硬是被德子玩出了新花样 经过节目组的细心安排 本期德子来到了加里曼丹岛的红树林找到 这次的副本可谓是南中嘉南独一无二 不仅到处危机四伏环境勒劣 野生响伟厄更是数不胜数 此次的对手曾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奥尔多 他尤其擅长各种丛林生存技能 更是扬言要给光头德好好上一课 考虑到两位都是顶级的求生专家 伍迪老表也是设计了一条难度极高的打野路线 比赛全程100公里 他们要穿过荆棘横生的红树林肘子 越过满是鳄鱼的河流 谁先抵达到终点的瞭望塔 就能获得导演组授予的口头牛逼勋章 随身装备两人只割带了一把打野刀 德子依旧没打算戴上头发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 两人火速跳进了水里 摄影师也扛着50公斤的装备紧随其后 可还没走个几百年 奥尔多这边却先一步摔了个狗吃屎 德子这边也没办事 小一华直接和泥潭来了个轻易街头 可见红树林沼河的危险系数不容小觑 而此时的奥尔多却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 直接走过去必得成为鳄鱼的午餐 为了自己的小命 他还是打算利用岛下的树木绕过去 可不料这树枝也是个老演员 毫无征兆的存风间断成万人 这可把奥尔多吓坏了 拼了命的就朝岸边有 估计鳄鱼也是被突如其来的动静下的根本不敢露面 相比而言德子这边却选择了一根粗壮的年轻树杆 三加五除二的功夫就来到了河对岸 眼看再过一个小时就会天黑 两人也是火速搭建起了晚上的庇护所 奥尔多凭借自身娇小的身躯 很快便给自己安排了个简易的木柜床 真是硬汉睡硬床根本不嫌硬 相比而言德子这边则更是草率 直接找了一颗皮叉的树干就躺了上去 为了防止半夜掉下去为恶物 还得用皮带将自己牢牢捆 勉强度过了一夜 两人一大早就开始了行程 可真是欧皇德转运 没走几步就白捡了止唇野生的大海螺 为了能有足够的体力超过对手 德子也是丝毫不嫌弃 闻了几口后直接扔进了嘴里 好家伙 这口感真是盖了帽子 恶臭味直冲天灵感 但好在一口下去相当于吃了半斤牛肉 想到这的德子也是情不自禁地发出别人 而此时另一边的奥尔多却又遇到了河流 有了昨天落水的惊艳 这次他直接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手 凭借超强的上肢力量 也是毫发无损地来到了对岸 随着丛林的不断深入 德子这边也是有了新发现 前方白色的树木证明那里肯定有陆地 还没到之前德子就兴奋地发出给给给 可没想到上岸后却让他顿时傻了眼 陆地四周全都被海水包围 很明显他还是在一座小岛上 并没有走出红树林 这可把德子计划了 一气之下趴在地上观看起了蚂蚁上树 冷静思考了片刻 他决定先就地收集歇野生藤蔓 毕竟要想击败皇家路战队成员 那肯定是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狠狠缠了三大膀 德子这才舍得起了身 与此同时奥尔多这边又遇到了麻烦事 为了能安全抵达道河对面 他决定放倒岸边的树干号搭建起一座桥梁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蛮利用错了方向 岛下的树干足足偏了有好几米 眼看当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冒着吃袭的风险试一下 然而还没走两步 直接失去屏途摔进领域 连滚带爬迅速上岸 真庆幸没有成为鳄鱼的午餐 相比于奥尔多的卯夫行为 德子这边却一直保持着猥琐发育 既然暂时过不了河 那就索性直接在此地安营扎斩 将之前收集的藤蔓互相缠绕在树干的领侧 再用木棍将中间搅紧 让其能承受自身的体重 按照这种方法以此类推 物一会便有了个腾空小吊楼 伴随着夜幕的漫漫降临 德子也是用淤泥造了个生活平台 途中还发现了远处漂浮的响尾 摄影师也是被吓得麻溜地上了德子的小屋 看来当务之急得赶紧将萤火升起来 用鞋带搭配起公钻摩擦起火 火得星君的生火技能真不是盖的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焰 这下晚上终于能安心地盘稿子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德子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当下两人都没有摄入到足够多的蛋白质 再这样下去恐怕都难以完成比赛 于是奥尔多这边打算制作一个简易的补卸陷阱 将树枝和树皮相互缠绕在一起 就连右耳都不用放直接扔进水里 能不能抓到蛋白质全靠老天赏不上 等到两个半小时之后 还真有之不幸的谢老板糟了呀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原汁原味吃刺身材最过瘾 而另一边的德子则是一心只想的赢得比赛 凭借被动技能的加持 也是连续走了几里了 忽然眼前一条大河挡住了去 直接下水无疑是白白送死 手工德打算制作一把三角形支架 随后拉着藤岸小心翼翼地朝着河对岸跑去 但终究还是淘付不了落水的命 狠狠喝了几口沼泽水还是平安无事的上岸 借连的体力消耗也让德子的挨饿性条件 当下得赶紧找点蛋白质补充一下 为了能抓到水里的鲜鱼 手工德打算制作一个全自动的捕鱼陷阱 胡中还差点送自己上了戏链 话说捕鱼这方面德子还真没服过谁 不宜会一条笨蛋鲜鱼就糟了羊 一个激动又发出鲜鲜的幻想 可能是笑得太过猖狂 居然还让对面的奥尔多发现了行踪 此场面还真是似曾相识 奥尔多这个老六决定跟着德子为所发言 此时的德大厨已经烹饪起了晚餐 不宜会里焦外嫩的烤鲜鱼就出了鲜 一口下去肉质肥而不柴鲜嫩多汁 把一旁偷看的奥尔多是馋的直流哈达子 等到第二天德子起身离去 奥尔多这才趁机来到了德子的营地 打包了几颗德子留下的木炭 殊不知这将扭转整个战局 没走几步前方又出现了宽阔的河面 这次奥尔多并没有选择之前的莽腹行为 而是用捡来的藤蔓编织了一根绳子 随后再用竖叉制作的勾找成功搭到了对面 冒着吃袭的风险顺利来到了对岸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德子这边打算搭建起了营地 收集了一大堆不要钱的棕榈叶 在守宫德的一顿操作下 便有了一顶遮风挡雨的庇护所 相比而言奥尔多却打算用捡来的木炭生一堆鹰 将木炭和干燥的火龙放在一起使劲摩擦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焰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两人都各自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距离终点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拼的就是两人的体力和耐力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阵 这个时候一定要确定好行进的方向 不一会德子就看见了瞭望塔的位置 奥尔多也一直拼了命的一路向前 德子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终于爬上了中路 可没想到奥尔多却已在此等候多时 看来皇家陆战队果真还是有两把刷子 但一向好胜的德子也是表示恐怖心不服 并表示有机会会再来一次更高难度的比赛 这是德子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求生比赛 想不到打野师姐 头一次遇见如此强劲的对手 除此之外这期还打了头肥驼驼的尖叫鼠 吃不完的烟熏肉 外加一个纯手工的雪橇车 经过节目组的细心安排 本期德子来到了干旱偏远的蒙古地区 而此次的对手则是荒野三巨头之一 连宋外号自然之子 顶级野外求生专家马特格拉姆 不但能日行白礼物 狩猎能力也是顶呱呱 刚见面的两人也是立马来了拨商业护吹 考虑到两人都是专业的求生高手 武迪老表也是设计了一条难度极高的打野路线 两人要跨过重重高山 越过戈壁沙漠 谁先抵达到终点沿田 就能证明谁才是荒野界的大王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两人分别朝着山下进发 可不料刚开局就遇上了鬼天气 持续的飓风更是吹乱了德子的秀发 马特也被动得赶紧踢上了自己的荒野战役 以防稿子被动得失温 当务之急得赶紧向山下进发 趁着刚开局有着充足的体力 德子也是选择了一条危险系数极高的路线 脚下全是松散滚动的石子 稍不留神就很有可能吃喜 我不其然话音刚落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断崖 好在德子2.5的势力很快便察觉到了危险 定睛一桥足足几十米高 这可把德子吓得不轻 但还是有惊无险来到了谷底 而此时的马特却早已找到了水源 补充了一丢丢水分 他打算先造个庇护所 收集了一大堆不要钱的烂木 手工马打算建造一个圆锥形小窝袍 随后再铺点柔软的云山叶 护进防风又防雨 还能顺便补充点维生素 为了防止夜间盘稿子挨动 当务之急还得升一堆鹰 这方面马特可比拜火得整整高两个段位 哭吃一下火熔就冒出了青烟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却先打算布置一个捕鼠陷阱 毕竟接下来的路程漫长又遥远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补充 那结局还真不好说 找了个地鼠经常出没的洞穴 陷阱的火速制作了个套锁陷阱 至于晚上过夜的地方 德子则是能有现成的就绝不动手 随便找了个破山洞就躺了进去 隔天一大早 德子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赶来检查昨天布置的捕鼠陷阱 布出意外连根鼠毛都没捕 可谁让它是欧皇等了 还没往前走个几百 一头发臭的羚羊盒犯映入眼 根据气味判断想下肚肯定是不可能 但羚羊脚却能用来当作除水武器 话不多说赶紧打包一个袋子 昨天的陷阱没捕到火 无信邪的德子打算再试一次 将帝鼠的洞口堵得严严实实 这下就算是杰瑞来了都在杰南投 相比于陷阱德的守株带徒 马特这边却选择主动出击 制作了几根狩猎用的长矛 他打算边走边寻找猎物的踪迹 为了防止半路上可死 机制马还特意凿了快能随身携带的冰块 爬上至高点观察一波基本路线 凭借自身的无敌被动 马特一路上根本都不带停的 渴了就肯冰块冲击 进度上也早已领先德子一大截 与此同时欧皇德这边却传来了好消息 没想到有一只笨蛋尖叫鼠中了圈套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这一顿大肉还真不少 多的不说少的不烙 赶紧先烤两个腰子补充一下体力 吃不完的鲤脊肉则架在骨上烟熏 当然他的皮毛也不能浪费 首功德又用其做了个简易的饮水壶 这样就不怕会可死在半路 相比于德子的奢华生活 马特这边却遇到了难题 眼看草原上有数不清的地松水 可以连几十毛下去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再这样下去恐怕会被同行笑掉大压 于是他又着手安排起了晚上的住所 在地上挖一个又深又浅的大门壳 再将里面用石块铺满 最后再用捡来的牛粪将整个地皮烧热 盖上一层薄薄的细砂 做上去的感觉只能用工业来形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德子早早就被自己率醒 多余的话他也不想说 先来跟烟熏培跟肉当做早餐 口感尝起来里焦外嫩嘎嘣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失败 将所有肉干打包带走 再将饮水壶装了个大门 德子便兴奋地踏上了征程 而另一边的马特此时已经挨饿了三天 没有食物他可以一直跑到中 但如果没有水他连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远处的河流正是寻找水源的最佳机会 尽管前进的方向已经偏离了终点 但为了能补充到水分 马特还是顶着大太阳一路来到了河边 狠狠混了个水宝 他打算制作个随身携带的饮水壶 卡了根又粗又细的大柳树 将其从中间一分为二 再用小刀将里面掏空 最后再用树枝进行密封粘合 倘若不漏气的话 便有了一个衬手的饮水 相比于马特的轻装上阵 德子这边却打算做一个结实耐用的雪橇车 考虑到前方路段肯定没有营火 他还特意收集了一大股干燥的柴蝗 半路上还被自己聪明绝顶的智慧 就发生了黑黑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两人也都放慢了行进的脚步 真庆幸自己带了足够多的柴蝗 明天击败马特德子认为是师在毕阁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天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气完成比赛 马特这边又开始寻找起了蛋白质 只见一根长毛迅速射出 避之无辜的小杰瑞便遭了殃 细火慢熏了两分半 礼娇外嫩的考杰瑞便出了炉 狠狠补充了几十万卡拉伊 都来不及歇息就又踏上了争场 此时的德子已经在沙漠走了好几里 水壶里的水也已经被缩了个金光 如果没有水源的加持 那恐怕很难完成 好在前方出现了一块相对湿润的沙地 好土德又重操起了旧液 不宜会浑浊的泥浆水瞬间喷一会出 为了防止喝下去窜息 还得用帽子简单过滤一下 好家伙这口感真是盖了帽子 一个忍不住又发出嘴嘴的怪心 临走前还不忘将水壶灌了的满满当当 继续往前进发 山顶风杀石大的出气 德子被吹得跪在地上无法动弹 差点都离开这个雨夜之间 相比而言马特这边却并不着急 眼看天色已晚 先就地找点杂草好好保留一下体力 可不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一幕却被路过的德子碰了个正着 想到又能趁机当一回老六 德子也是忍不住发出了给给给 时间很快来到了最后一天 两人都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面前的沙丘是一个接着一把 但根本挡不住两人前进的步伐 随着德子拼尽全力来到终点 马特却已再次等候多时 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能挨饿的男人 德子也是输得心服口服 并扬言有机会还会再来比试一番 盖了冒了我的老baby们 这还是三天饿酒顿的挨饿德吗 开局就吃上了里焦外嫩的炭烤小白兔 肉质肥而不柴鲜嫩多汁 每一口下去都是妥妥的满足感 为了成为荒野界的扛霸子 打野界的大哥大 德子向全球的生存专家发出了腰战 本期的对手是来自炮菜国的一位年轻量子 李肯曾是海军特战队军官 不仅头发长得比德子多 求生能力也不容小觑 这次的副本选在了哈萨克斯坦的荒漠地带 这里地形复杂沟壳险峻 时不时还能遇到六弯的大灰狼 全程比赛路线100公里 七天时间 谁先抵达到终点沙丘 就能赢得只属于男人的口头牛逼勋章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两人火速向山下进发 摄影师也扛着50公斤的装备紧随气风 一路摩擦火花带闪电 两人成功来到了谷底 随后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开始了比拼 年轻气盛的李肯决定先去至高点观察一波基本路线 可还没走几步就进入了死胡同 绕道走费时又费力 他决定徒手爬上去 可不料这里的地质松软热退 爬了半天还差点把自己送走 无奈只能重新寻找路线 相比之下德子这边却先打算沿着谷底发育 可不一会就遇到了和李肯一样的局势 抬头一看足足有50米高 这种情况下德必让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头也不回的能绕紧到 正午的太阳炎热又火烂 如果不赶快逃出这个是非之地 弄不好就会中暑吃喜 找了处狭窄陡峭的捷径 德子收起啤酒肚艰难地爬了过去 他打算沿着裂缝去往制高点 可不一会就发了 还好只是吃了几嘴实惠 并没有伤及到要害 继续往前进发 地上出现了成片的脚印 本以为是李肯路过留下的 可研究了半天却发现 这是自己48码的大脚 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7点 这可把德子差点气扎 与此同时李肯这边却表现得很顺利 既然没有合适的出路 那就索性直接从崖壁上爬上去 用小刀当作登山稿 一步一个大脚印 很快便来到了山顶 放眼望去这里一片死寂 没有一丝火雾 眼看地势复杂犹如迷宫 他决定先找个地方将就一宿再出发 隔天一大早 德子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为了能走出迷宫一样的地貌 他只能想尽办法去往制高点 半路上欧皇德还发现一架骆头和饭 这玩意兴许还能派上大用场 将骨架垫在脚底下 再用肋骨卡在石缝里 费了大半条老命 德子终于来到了山顶 可还没等他感慨风景的美 突然远处两个小黑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凑近一看原来是李肯和他的摄影师 在互相看到对方后 两人也是立马夺过摄影机一路狂奔 在危险的山脊上上演了一波速度与激情 毕时间两人的进度不相上下 可不宜会前方一道断崖挡住了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德子有点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李肯这边也遇到了同样的窘境 身为荒野界的年轻人 要的就是血气方刚 他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下去 这一波操作看得德子是头皮直发麻 自己上游老下游小 这种情况可不能胡乱来 只能重新寻找下山的路线 没走几步前方出现了一处泥水台 明知道喝了会窜息替不上裤子 但还是趴在地上就是一顿好饮 完事后还不忘发出给给给的怪笑 正午的气温瞬间飙到了四十多度 为了防止行进途中中暑吃喜 德子决定等到夜间凉爽的再出发 而另一边的李肯这时却发现了一处狭窄的洞穴 倘若能从中间穿过去 必定能省去一大半路程 摄影师见状恨不得上去给他一个大逼洞 不一会的功夫他成功走出了洞穴 也终于摆脱了整个迷宫地形 怪不得说年轻人就是好胜心强 来到平原的李肯根本都不待停的 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发了风的整整跑了一天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德子这边也终于出了法 不得不说晚上赶路就是好就是妙 根本不用担心稿子中水的风险 与此同时李肯这边已经找到了河流 从进度上来看他已领先德子一大姐 补充了一丢丢水分 他决定在此休整一宿 而此时的德子一路上剑步如飞 必知从天黑跑到天亮 终于来到了一片芦苇地 地上的各种小动物脚印 证明这里肯定有免费的蛋白质 果不其然没走两遍 必知不怕死的小野兔映入眼眠 居然敢光明正大的在艾厄德面前晃悠 赶紧安排个陷阱给他上一课 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为了确保陷阱万无一失 还得亲自进入鲁尾档里驱赶云 与此同时李肯这边已经打算 顺着河流一路抵达终点 但为了测试水流的流速 这个莽夫直接就泡了进去 即便三天已经饿了21吨 但你看这体力根本就一点是饮料 活蹦乱跳地表演了一波自由语 他打算造个法子一路顺流而下 德子可能是年纪大 当下只想着补充蛋白质 不一会还真有只笨蛋兔兔兔中的圈头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拨完衣服后直接架在火上烘烤 等到两个半小时之后 里焦外嫩的兔肉大餐便出了炉 一口下去肉质仅是鲜嫩多汁 蛋白质的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饿了三天的李肯捡到了一条被冲上岸的死鱼 闻了一口好家伙 差点被熏得原地去世 既然已经不能食用 那就索性用他当个诱饵钓 可能是老天看他饿了三天怪可怜 不一会的功夫还真让他吊上了一个大家伙 我低个老天爷 你让那些专业锤吊的人该怎么想 气火慢熏了两分半 品尝一口味道简直要上天 隔天一大早 得子迫不及待就起了床 生怕我们看不到他大早上就能吃上兔肉感 狠狠补充了几十万卡万一 当下的任务得赶紧造个法子顺流而下 欧皇德这运气还真不是该的 转眼间又捡到了一张野生骆驼皮 他打算趁机造个圆形皮划体 收集了一大堆芦苇草 将其固定成员环形 最后再将骆驼皮包裹在外面 为了能有足够的动力前进 还得有一把衬手的船脚 守公德又割下了自己的荒野限量版短膜 收拾完一切后 德毕陈昊随即出了法 你还别说守公德这技术还真不是浪得虚明 与此同时 李肯这边也已经造好了他的荒野独木中 无论是从速度和稳定性上 都比得子的高两个档次 尽管出发比较晚 但不一会的功夫 他就成功追上了德子 眼看对方的独木舟动力相当卡哇伊 德子也是急忙弃船上岸 这一番操作让李肯很不理解 只有德子知道自己的德毕陈昊几经济养 然而上岸没一会 一大片芦苇挡住了去路 看不到前方的路况 德子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找了个树干就爬了上去 没想到周围全被芦苇当包围 此时他又想回到岸边走水路 可法子早已被急流冲得无影无踪 无奈只能沿着河边一路朝着终点冲刺 此时的李肯也发现了终点的位置 两人都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眼看已经连输了两集 这把要是再输了 那迟早会被各位笑掉大压 想到这的德子一路上像是开了管 费了大半条老命总算抵达到了终点 伍迪老表让他转身望去 只见李肯和摄影师还在后面狂奔 得知自己是第一名后 德子也是兴奋的猛男落泪 这次输给艾乐德完全出乎李肯的意乱 看来这方面自己还是太过年轻 这是求生专家都爱吃的一道荒野美食 不管是生吃还是炭烤 入口即刻嘎嘣脆 满嘴更是肌肉味 蛋白质的含量永远都比牛肉高 本期德子的对手是来自军队的求生教官约翰 他不但擅长各种野外生存技巧 还能利用身边各种工具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挑战地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这里气温诡异鸟不拉屎 依旧是由老友伍迪设计比赛路线 他们要翻过危险陡峭的丘连 爬上寸草不生的崖壁 谁先抵达到终点石桥 就能证明谁是本气冠军 行径途中约翰这个老六 还趁德子不注意顺走的节目组了一些东西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 两人火速出了发 约翰的策略很简单 先爬上至高点确认一下行径路线 而德子则秉持着猥琐发育的原则 找了个路况平坦的河饼就冲了下去 可能是刚开局太过于兴奋 半路上一个煤柴人 直接连人带装备搬起来 好在只是喝了几口河手又驯服了 相比而言约翰这边也不足顺 吃滑的地面让他走不住把两个死 为了自己的小命 他打算沿着只字形路线向上前进 途中还不忘嘲讽一下落后的挨饿的 此时的德子已经穿过河骨来到了高山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爬行 终于艰难地来到了山顶 突然远处的断崖上出现了一只大师兄 本想上前和猴哥打个招呼 可只是转身的功夫 眼前都已经迅速被浓雾包围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迷路 随便找了个方向往前走了几百 忽然一只路过的金雕又把德子吓了半死 冷静思考了片刻 根据大学里学到的小学知识 往往树叶稀少的那边朝着北方 就凭这一点他很快确定了方向 一个激动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笑 与此同时约翰这边也已经到达了山顶 他打算一直沿着山脊往上走 可随着迷雾的逐渐增大 视野下降的同时暴风雨也即将来临 为了不让雨水淋湿自己的秀发 德子打算利用周围的枝干 做一个简易的庇护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忙碌 躺在里面只有一个自巴士 然而考虑到外面的雷雨天气 正在不经意间家中 继续待在这儿的话 很可能会被劈成乳丹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丢了可不好口 短暂休整了片刻 他打算重新寻找露营地 半路上刘德华又犯了 冒着随时滚下去吃喜的风险 又艰难跋涉了几里地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洞穴 躺在里面浑身干蹦蹦 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与此同时约翰也已经长了一处避雨的压病 不管是长短和大小都非常耐思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两人分别进入了梦乡 可不料半夜的一生动静 却让德子从梦中惊醒 要知道这种地带 可生活着成百上千的大狗熊 尤其对光头男人情有独钟 德子对这件事也是心知肚明 愣是一晚上都没敢入睡 隔天一大早 门口的树上还真有雄大的手掌印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得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另一边的约翰也早早就出了法 接连的攀登石壁 让他的体内出现了脱水反应 但好在这个地方水源根本不是问题 不一会的功夫就找到了一处野生山群 沿着狭小的石缝硬生生挤了进去 可没想到里面时不时传来阵阵恶丑 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很庆幸自己没有像德子那样直接吞吞吞 找了个上游相对干净的水源 狠狠混了的水宝 当然对于求生专家来说 苦烂的尸体往往还能派上大用场 收集了一些动物脂肪 这玩意可是很好的助燃剂 继续往前进发 前方的路断变得异常艰难 每走一步都很有可能吃喜 随着两人的不断前进 他们都发现了前往终点的崖壁 为了能有足够的体力冲刺 约翰决定先在山脚下找块大石头将就一行 以防稻子被冻的室温 当务之急还得生一堆鹰鹿 没想到约翰这个老六部讲武德 居然从节目组的四蹦子上 顺走了一把破刀和一支笔 甚至还有沾满汽油的棉布条 有了这些工具的助攻 啪的一生就有了熊熊烈火 相比而言老实巴交的德子 还在打磨着自己的钻火棒 他打算用当地艾坤家族 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 用假牙将木棒固定 再用鞋带疯狂摩擦 短短两分半步后 火龙就冒出了青烟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为了能带上足够多的物资 德子打算制作个简易背包 遍地的前麻树干是很好的制作材料 将上面的树皮包下 在手工德的一顿操作下 便有了一根根精致的麻绳 最后再用树干捆绑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这种背包不但能携带物资 还能治疗多年的脊椎病 埃厄德有让人羡慕的被动技能 但约翰可没有 看着周围成群的乌鸦 他打算先搞点蛋白质补一 不得不说约翰将老六行为发挥 是淋漓尽致 静光明正大在摄像机面前摘下了麦克风 上面用来防水的杜雷斯 可是很好的求生法 他打算用其制作的弹弓打鸟 找了个小时候都羡慕的完美蔬茶 再从靴子上割下一小块牛皮 一番操作过后 便有了一个杀伤力十足的优质弹弓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赶紧给乌鸦好好上一课 真的是盖了帽了 无愧是军人出身 直接给乌鸦一击爆头 这下可真是有大餐吃了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切下几块胸脯肉就放在火上烘烤 不一会里焦外嫩的乌鸦烤串就出了炉 Oh my god这口感这味道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此时此刻比赛的输赢已经不重要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也发现了好东西 翻开石块下面有一根野生辣条 这玩意根本不需要烹饪 直接吃刺身是最美味的 味道尝起来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 蛋白质的含量由屏幕前的你来说 继续往前进发 德子已经开始攀爬起了眼底 可不料途中天气突然骤扁 光伐的石壁更是让德子上下两难 还好自己的多功能背包还能派上大用场 简单收拾一下 便有了一个腾空小吊床 兴奋之余还不忘发出给给给 转眼间已经到了第四天 翻过这座崖壁终点就近在咫尺 可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 约翰出现了高原反应 这让他的速度放慢了不少 德子这边为了尽快回去和贝奶奶团聚 也是超近到选择了一条瀑布 爬上去之前先把肚皮灌个大宝 激动之余又发出给给给的怪想 眼看已经接近山顶 约翰的体力愈发的虚拓 时不时总想起家里床头的圣房屁 并且迷雾已经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很容易迷雾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爬行 两人都成功来到了山顶 距离终点只剩下一公里的路程 他们都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一路穿过河流越过斗坡 一时间近不分上下 终于武敌老表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德子拼了老命又一次赢得了比赛 两分半后约翰也气喘吁吁地抵达终点 真没想到当个老六居然还能输掉比赛 看来眼前这个光头果真不是盖人 别人来我国打野都是三天恶者 而爱恶德不仅实现了你狗子自赢 还吃起了美味的蚯蚓刺身 整趟打野之旅可谓是盖人的大帽 本期德子来到了我国的陕西汉中 在危险陡峭的大巴山上 将和对手来一场势均力敌的求生较量 本期受邀参加比赛的可不是个等闲之辈 威尔曾是英国赫赫有名的原始技巧求生专家 同时也是德子开启打野之路的启蒙老师 就单从头发上来看 威尔很明显对自己的学生很不负责 多年不见的两人也是立马来了波商业胡吹 随后乘坐节目组的四蹦子快速抵达挑战地点 由中国求生专家朱伟强设计比赛路线 他们要翻越危险陡峭的山崖 穿过碎势遍布的龙牙迷宫 进入亚洲最大的野生竹林 谁先抵达到终点天坑 就能证明谁最牛逼 考虑到两人都是专业的求生高手 打野装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师徒二人火速出了罚 德子仗着自己年纪轻头发声 直接找了个河谷就爬了上去 这一波操作看得威尔只摇头 想不到多年不见 光头德已经变得如此勇猛 然而总是帅不过三秒 光滑的牙壁很快让德子发声 身后的摄影师也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威尔这边已经沿着河谷走了几百里 想到自己有这么一个傻途 也是忍不住笑出了猪叫 但倔驴德却根本不打算绕路 咬紧牙关又再次尝试了一番 费了九毛二牛之力 终于顺利爬上了半山腰 兴奋之余还不忘发出给给给 往前跋涉了几里地 威尔发现了一处洞穴 复行术士步豁然开朗 正当他情不自禁向德子炫耀时 一扭头才知道自己又进了死胡同 为了能赢得挨恶德 后便有了一把趁手的武器 继续往前进发 避之不怕死的野田鸡出现在眼前 白碱的蛋白质不要白不要 都没来得及掐头去尾直接塞进了嘴里 入口嘎嘣脆满嘴鸡肉味 隔壁德子都馋哭了 当然补充完蛋白质还得来点脏后盘底 这种红通通的野浆果 可是很好的碳水化炉 品尝一口味道甜滋滋 好家伙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赶紧打包一点带走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才刚刚走过陡峭的山崖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处洞穴 里面吹出的气流证明肯定能通向山体的另一段 倘若能直接穿过去 必定能省去一大半路程 但眼看当下天色已稳 当务之急得赶紧搭建庇护损 首功德又重操起了旧叶 收集了一大堆细小的树枝 再铺点不要钱的嫩树叶 钻进去顿时都有了安全感 相比而言威尔这边别提有多顺目 吃饱喝足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处天然洞穴 不管是位置和大小都堪称完美 为了防止晚上盘稿子挨动 当务之急还得生一堆银 这方面他可是败火德的老师傅 扑斥一下火龙就冒出了青烟 半夜在烤点江果当夜宵 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 隔天一大早 威尔早早就起了床 当下的任务得赶紧打造一把打野刀 将树枝放在火上烘烤 不一会就有了粘稠的胶水 再用钱麻树皮编织成麻绳 将其牢牢缠绕在刀柄上 最后再用树枝密封加固 便有了一把高级板打野刀 不得不说论手工技术这方面 他可比徒弟强多了 临走前还不忘在洞顶留下一个手掌印 估计走进科学剑道都能拍个三十几 而另一边的德子此时正想做个火把 他打算徒步穿越昨天发现的洞穴 当然质量这方面可不敢骂 又是树叶加上树枝 塞了的满满当当 败火德这才打算生物 在手心抹了两滴陈年老弹 哭哧哧哧摩擦数百下 火龙成功冒出了青烟 激动德又发出嘴嘴嘴的感想 有了火把的加持 是时候进洞一探究竟 没想到洞穴里的路是既错综又复杂 冰冷的地下水更是冻得稿子直播锁 继续往前进发 水位已经齐腰深 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迟早点吃洗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比啥都重要 上岸后的德子也是立马生了堆营 为了家中被奶奶的幸福生物 他只能原路返回 相比于德子的累死累活 威尔这边已经躺在营地做起了春梦 此时比赛的输赢已经不重要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三天 两人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 都在相同时间内来到了龙牙迷宫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在这种地方行走很容易迷路 为了确认行进的方向 威尔找了个歪脖子老树就爬了上去 站在制高点观察一番 心里很快就有了答案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也已经迷了路 兜兜转转几十圈 依旧没有找到出路 费了大半条老命爬上制高点 总算摸清了前进的方向 不一会他就来到了平原地带 眼看癌饿血条即将见底 是时候补充点蛋白质 收集了一大堆野生灰叶 将其用石头捣碎成物 只要将枝叶挤进水里 鱼儿立马就会被迷得神魂颠倒 果不其然不一会就抓了两条泥狗子 这玩意根本不需要烹饪 直接吃刺身是最美味的 蛋白质的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可仅仅两条根本不够得子塞牙缝 无奈之下他又打起了地龙的主 闭口下去好家伙 恶臭味直冲天灵带 与此同时威尔也发现了好东西 这种酷似土豆的植物 可是很好的碳水化合物 味道尝起来就像白萝卜 赶紧打包带走一会享用 随着两人的不断前景 威尔已经先一步抵达了竹林 在野外竹子可是很好的求生法宝 用来搭建窝棚更是在好不过 为了明天早上能吃上美味 还得制作一个全自动的捕鼠陷阱 然而等到第二天早上 陷阱里连根鼠毛都没有 脸看已经快要饿的前胸贴后背 前方突然出现一根野生辣条 一个祖传的猛虎扑石 辣条成功领了盒饭 看来今晚能享受一顿大餐了 而此时的德子还在加班家典的赶路中 凭借异于常人的被动技能 他根本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 突然地面上出现了几台鞋翼 从大小和形状上看 应该是威尔50码的大脚丫 往前走了几百步 似曾相识的场景又一次出现 此时的威尔正在窝棚里 啃着礼胶外嫩的辣条肉 还吃上了热乎乎的烤土豆 就这架势说是来荒野度假都不为过 德子在一旁看的是直流哈辣子 但稍微缓过身后 他才意识到反超威尔的机会终于来了 兴奋之余又发出给给给的怪笑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为了确定终点的位置 德子打算利用竹子做一个瞭望塔 没有趁手的切割工具 他学起师傅用石块做起了打野刀 看着架势平常应该没逃过客 将竹子互相捆绑在一起 顾仪惠就有了一个高达十几米的瞭望塔 站在塔顶观望一番 终点的方向尽收盐 一不小心又发出给给给的怪笑 此时的威尔还毫不知情地在提前庆祝圣灵 把自己图成野人的模样随即出了他 顾仪惠的功夫就走出了竹林 可眼前出现的大脚印却让他差点原地去世 没想到埃厄德居然在自己前面 这让我这当失败的颜面 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此时的德子已经率先抵达到了天坑 距离终点只有五公里 两人都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但下山的路可不怎么好走 碧莲转了两个半小时 德子这才摸清了方位 威尔这时也已经紧随其后 但最终还是德子先一步抵达到了终点 两分半后威尔也顺利完成了比赛 到底是自己老了还是德子变强了 他愣是一点也没想明白 盖勒冒了我的老baby们 埃厄德居然在我国抓了一只野兔 也不管是不是保护动物 直接放在火上烤制里浇外难 不仅仅如此 他还光明正大包起了兔肉水饺 好端端的一档求生节目 硬是让他玩出了新花样 本期德子来到了我国甘肃九泉的阿克萨沙漠 这里常年干旱鸟不拉屎 年降水量不足5毫米 而此次的对手则是我国的野外求生专家吴星蕾 他曾服役于国外母特种部队 尤其擅长沙漠生存 乘坐着节目组9块9的四蹦子 两人快速抵达挑战地点 比赛全程100公里 他们要翻过迷宫一样的哑干地貌 穿过寸草不生的戈壁滩 谁先抵达到终点冰川 就能获得导演组授予的口头牛逼勋章 随身装备只有水壶和打野刀可攻选 星蕾看德子眉头发怪可怜 便将水壶让点了德子 自己则只携带了把打野刀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 两人火速向山下进发 一路并驾齐驱来到沙丘底 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开始了比拼 德子的策略很简单 先去黑山脚下寻找水源的踪迹 没有食物他可以开被动技能 但一天不喝水还真不行 相比而严星蕾这边 却打算直接穿越沙漠到达冰川 凭借多年沙漠求生的经验 他将食物补给先放在了身后 正午的太阳炎热又火烂 为了防止小白脸晒伤 星蕾找到了一个纯野生的沙漠魔骨 上面的包子可是很好的防晒霜 只要在上面滴上几滴82年的冰红茶 再将其充分搅拌均匀 便有了一款骚味十足的防晒霜 没走几步地上发现了蚂蚁的老巢 这可是白茧的蛋白质 据说吃上十几只就相当于吃了半斤牛肉 连忙缩了几大口 星蕾这才舍得起了身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已经来到了峡谷底部 这里地势阴凉空气清新 一个机动又忍不住发出北枚 往前走了几里地 地上出现了一只屎壳狼 都没来得及掐头去尾 直接扔进了嘴里 好家伙就这嘎嘣脆的声音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此时的星蕾被一座山丘挡住了去 绕到走肺时又费力 他打算直接徒手爬上去 找了处狭窄陡峭的缝隙 3加5除2的功夫就成功来到了山顶 就这体力真不愧是特种兵出身 而此时的德子正在想方设法研究生活 他打算用水壶底部的凹面聚焦太阳光产生热能 从而达到生活的目的 当然使用之前还得用沙子将表面打磨光 随后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火龙成功冒出了青烟 再一次出现 远在高处的星蕾发现了德子的位置 他鬼鬼祟祟地观察着德子的一举眼 看来这家伙今晚要在这归夜了 趁着这个机会 星蕾决定连夜赶路 为了赢得比赛他也真的是拼了 一直从白天走到黑夜 直到精疲力尽才打算停下歇息 随便找了个地方就躺了下去 今晚又只能依靠被动扛过一夜 隔天一大早 德子早早就出了法 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补充到水分 他的体内出现了脱水反应 如果再找不到淡水 弄不好就会中暑吃喜 与此同时 星蕾这时也已经口渴难难 接连的长途跋涉 让他的体力到达了极限 此刻他只想找点蛋白质补一笔 不宜会前方出现了小动物的脚印 根据多年的打野经验 这里肯定有吃不完的老杰瑞 收集了一大堆干燥的火龙 利用打野刀很快升起了一堆火 将火把塞进杰瑞的洞脑 不宜会一直倒霉的老杰瑞就糟了 扑斥一套 不然是全下 杰瑞瞬间领了河饭 低端的食材直接扔进火中烤就行 好消息是蛋白质比牛肉高三倍 坏消息是味道属实很上头 但光吃不喝可不是个生意精 星蕾这才打算去寻找水源 相比而言欧皇德别提有多幸运 半路上发现了羚羊的踪迹 跟随着足迹一路找到了绿洲 实在是太渴了 直接趴在地上就是一顿好饮 喝完还不忘将水不灌个满满当当 实在是太兴奋了 嘴角更是忍不住的上扬发出给给给 然而下一秒他就傻了眼 没走几步无意间掉进了流沙池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越挣扎身体现得越深 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恶务 增大身体与沙地的接触面前 随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奋力将脚抽离出 实在是太惊醒了 差点都见不到家中的贝奶奶 此时的星蕾已经接连跋涉了几里面 可愣是半滴水都没潮到 就在这时终于看到了前方的戈壁滩 这意味着能找到更多的资源 找了块地势低洼的地方 袍涂垒又重操起了旧叶 整整挖了大半天 湿漉漉的泥浆水瞬间喷涌而出 都来不及过滤直接送入嘴中 Oh my god这口感真是盖了帽子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两人各自都进入了梦乡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眼看癌恶血条即将见底 德子打算找点食物补充一下 根据贝子的荒野求生手册记载 这种名叫香脯的植物可是很好的淀粉来源 只要将其捣碎装进水壶里搅拌均匀 就能得到类似泥浆的水淀粉 静置两分半后就能获得纯天然的饺子品 等待的途中德子打算去干一票大 这片区域里有数不清的野白头 整整饿了三天的德子打算去 他们上一刻 找了几片野生的芦苇叶 在手心抹上两滴陈年老弹 手工德打算制作一个投食器 就这技术卤般看了都直呼内行 随后他来到兔子经常出没的地点 挥舞着手中的投食器找准时机扔了出去 可不料足足偏了几十厘米 跟上前去再来一发 不出意外小野兔成功领的河饭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脱去衣服后直接放在火上探口 随后再割下两片腰子当作脚步线 你还别说就这技术可能比你女朋友还强 而另一边的新雷此时也发现了好东西 毕驼野生的骆驼河饭 虽然已经没有可食用的东西 但骆驼的骨头可以拍上大用场 收集了一大堆 他打算寻找河流的踪迹 往前走了几里地 终于发现了生命的圆犬 看这架势估计也是渴得不行了 狠狠灌了个大堡 又用骨头做了个减衣水 为了有足够的体力冲刺到终点 他打算在此休整一醒再出发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得子这边开始享受起了大餐 嘴里吃着兔肉馅饺子 火上烤着里焦外嫩的兔子肉 每一口下去都是奢华的享受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此时的心累窝在营地里饿得熬角 三天时间足足饿了21顿 但为了能赢得比赛 他还是决定再忍一忍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在兔肉大餐的加持下 得子全身充满了能量 遇到几十米高的牙壁也是丝毫不虚 直接徒手就爬了上去 行进的速度更是提升了一大截 不一会的功夫他就反超了心累 四天时间只吃了一只小结瑞 心累饿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无奈之下只能摘点也将堵冲击 为了爬上前方的陡坡 他掏出了之前捡来的骆头 可由于体力透支的原因 爬了半天又溜到了坡 此时比赛的输赢已经不重要 他只想回家吃上老婆做的梅菜扣肉 距离终点只有不到十公里 两人都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得子一马当先率先来到了冰川 连续爬了几百米愣是一点是没有 最终得子毫无悬念赢得了比赛 十几分钟后心累也气喘吁吁抵达到了终点 得知挨扰在自己前面后 也是一时间不敢相信 想不到自己拼得累死累活居然还能输掉比赛 这让心累很不服气 他扬言有机会还会和得子再比试一 真是欧皇与甘地的一场精彩的比赛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埃厄德居然在我国抓了一头66公斤的野生老母羊 甚至还毫不客气地享受起了荒野全羊烟 炭烤羊肉串烟熏羊肉干 饭后再来两片羊腰子节节 好端端的野外生存节目 硬是让他完成了荒野度假 本期得子来到了我国云南的三江并流 这里全是海拔超过3000米的巨大山脉 资源丰富的同时也隐藏着众多威胁 而此次的对手则是荒野界的坑壁猎人乔许 他表示这次的副本对自己来说就像回家一样 打败埃厄德他是势在必得 乘坐着节目组9块9的四蹦子 三人快速抵达挑战地底 依旧是由老朋友伟强设计比赛路线 他们要穿过茂密的高山森林 越过一片高海拔湖泊 最终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马鞍山 谁先抵达到终点的采气山丘 谁就是本期冠军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 两人迅速开始了进发 德子仗着自己年纪轻头发声 上来就选择了最短的路线 而猎人则打算先沿着河流为阻发育 顺便再找点蛋白质补义 不宜会前方出现了蚂蚁的老巢 这玩意的蛋白质自然不用多说 必定是牛肉的五倍器 一连缩了几大口 味道并没有小时候的正宗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被一道瀑布挡住了去 遭到走费时又费力 曾经的德必绕这次却选择与瀑布正面硬朗 然而诗华的炎壁却让格子擦里面 不但没能爬上去还把全身弄了个尸体 头发淋湿了倒是小事 稿子失温就完犊子了 骂了自己一顿又哄了自己半天 无奈只能加快行进的布挖 此时的猎人已经离开河谷进入了高山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开了眼 居然让他发现了一条兽头 这可是丛林里的高速公路 半路上还意外找到了老演员马TG 这玩意可是保存活种的最佳采量 找了块大小合适的山洞 猎人很快搭建起了庇护所 为了夜间能方便弹搞 当务之急还得生一堆萤火 依旧是老方法携带搭配公钻摩擦气火 短短两分半之后 火熔成功冒出了青烟 相比而言得子就比较惨了 抱着棍子摩擦数百下 手心都被戳掉了一层死皮 可死活就是看不见火星 不用多说肯定是露营地点太过潮湿 没办法只能就近找了个树洞就躺进去 看来今晚又只能挨洞 此时的猎人正在火堆旁悠闲地烤着稿子 甚至还有空编制了一个捕鱼笼 不出意外明天早上就能吃上美味 隔天一大早 猎人心酸地前来检查布置的陷阱 真的是盖了冒了 还真有两只笨蛋鸡鱼中了圈套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架起大火简单烘烤个两分半 不一会里焦外嫩的鸡鱼大餐就出了炉 品尝一口好家伙 肉质细腻棉花松软弹牙 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吃饱喝足后猎人又用马蹄菌做了个简易火车 这样就能将火种随时携带在身边 此时的德子凭借被动已经前进了世界里 这时前方出现了一大片野草莓 品尝一口好家伙 这味道简直听不下来 继续往前进发 欧皇德又发现了一处洞穴 不管是大小和位置都堪称完美 看来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 猎人出现了高原反应 一时间头晕目眩眼貌惊心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还没到终点自己就已经打了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丢了可不好搞 他直接找了个树干就躺了下去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正打算生一堆银骨 收集了一大堆上等的干木头 手工德火速制作了个高级版的手工钻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摩擦 火熔成功冒出了青烟 当然升起火的第一件事 先把自己的小脚压烤了下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一大早的德子就听到了蛋白质的嚎叫声 出门一看好家伙 只见一头66公斤的野生老母羊 正在营地下方优携的转 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德子可不敢错 搬起一块石头就砸了下去 随后哭吃一刀就送其见了阎王 这么高端的食材德子可不敢懈怠 手起刀落立马将其大卸了18款 废话不多说 先来一口脑花刺身开开胃 营养丰富的羊球球就做成羊肉船 吃不完的里脊肉则放在火上烟熏 当然山羊的其他部位也同样不能忘记 羊大肠可是很好的绳索材 就是味道属实很上方 但和九转大肠比起来还是差的不是一米半 山羊皮则是很好的求生法宝 只要在上面涂满光滑的油脂 就能得到一件柔软不变形的纯天然羊毛毯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休息了一整晚的猎人也终于出了法 这种酷似蓝莓的浆果可是难得一遇的美味 收集了一大把 猎人又找到了许多可食用的草根 虽然今天没有补充到蛋白质 但猎人还是打算给自己泡湖热茶 随便在地上挖一个小水坑 再将烧红的石头稿里头 茶叶就用捡来的蘑菇浆果和草药代替 不疑会便有了一碗自制淤泥泥泼奶茶 浅尝一口好家伙 这味道简直不要太伤透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得子这边开始享受起了全羊液 好家伙就这鲜美多汁的炭烤羊肉船 一口下去隔壁猎人都铲哭了 熏了两个半小时的羊肉干味道更是不用补水 就这架是说是来荒野度假都不为伍 吃饱喝足后今晚注定能安心地爬到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点 得子起了个大早 他打算给自己做一个纯手工的羊皮背包 这样就能将吃不完的烟熏肉带到路上慢慢享用 你还别说 就这手工技术 鲁班看了都直呼内行 由于得子宰羊花费了太多时间 猎人此时已经悄悄将其反超在了身后 一连往前跋涉了几里地 宽阔的湖面出现在了眼前 绕道走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打算造一艘法子游到对面 砍了几根粗壮的小树 猎人快马加鞭打造出了猎臂尘号 出乎意料的是福利相当卡哇伊 顾一辉他就来到了湖对面 此时的得子一路上都没敢停 有着一书包的烟熏肉 他根本不担心食物的问题 行进速度更是提升了一大节 顾一辉就与猎人并驾崎岖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两人都找了个山洞就躺了进去 转眼间来到了最后一天 距离终点只有不到施工了 他们都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猎人更是轻装上阵一路上横冲直撞 两人的进度一时间不相上下 为了能赢得挨厄德 猎人直接从几百米高的陡坡上冲了下去 随着得子抵达到了终点 殊不知猎人已在此等候多时 都怪自己宰羊浪费了太多时间 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